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998集 裴太后脸上的喜色遮掩遮不住 秦王妃心中愈发笃定 宫中有喜事 儿媳特来恭贺道喜 你既是猜出来了 哀甲也不必瞒你 皇后有了喜脉 只是时日还浅 等过些时日坐稳了这一胎 喜讯就会传出宫了 这可着实是一桩大喜事 皇上三十多岁 膝下只有一个公主 皇后这一胎生了皇子 大储便有了储君 国有储君 方能安稳 哀甲也盼着 如你所言 儿媳原本还想着去一趟交房殿 探望皇后 现在想来还是别去了 让皇后尽心安胎 锦荣也说了 皇后要尽心养胎 你有这份心意就行 等过些日子再去看皇后 程锦荣此次进宫 一直住在交房殿 主要是因为梁皇后多年夙愿得偿 心中芬勇难平 卖相不太平稳 宣平帝实在放心不下 便请程锦荣住进了交房殿 时时伴在梁皇后的身边 数日之后 贺琦接到了程锦荣的信 他一目十行地看完信 有些不满地哼了哼 哼 贺四郎就在一旁 好奇地问他 怎么了 三哥为何一脸不高兴 皇后有孕 将你三嫂留在了宫中 皇后有孕 这可是大喜事啊 哼 你三嫂得留在京城 等皇后临盆了再回来 这一留 又得一年 思念妻女心切的贺琦满心得不畅快 贺四郎看着兄长的臭脸 心中暗暗好笑 都老夫老妻了 怎么还这般年糊呢 话说回来 让他和妻子儿女分别这么久 他也不会乐意的 皇上和皇后娘娘最信任三嫂 这么多年皇后娘娘才有身孕 确实应该慎重 三哥你就忍忍吧 误忍还能怎么样呢 贺琪气闷了片刻兴起财瓶 对贺四郎说 二荣在信中说了 他向帝后求了恩旨 二嫂已经启程来边关 和二哥相聚一年 再回京 这可是大好消息 我这就给二哥去送信 如今边关安宁 没什么战事 贺四郎去左军军营待两日也无妨 贺琪笑着点头应下 贺四郎立刻兴冲冲地去左军军营送信 贺军接到信后 当着贺四郎的面拆了 还没看完 他的手就颤抖起来 眼睛也悄然泛红 卫士已经启程来了边关了 很快他们夫妻便能重逢了 二哥 你和二嫂分别这么多年 终于能重聚了 贺军眼睛继续泛红 贺四郎也有些唏嘘 少了个借口退出去了 贺四郎在左军军营里溜达了半日才回营帐 贺军的情绪已经平稳下来 对贺四郎说 你二嫂来边关 住上一年再回京城 我想着 我平日多在军营里 她一个人住在将军府里也没什么意思 倒不如让她去雇园镇和四弟妹作伴 好 我这就回去将此事告诉锦衣 让她先收拾个干净的院子出来 当晚 贺四郎便回了雇园镇 夫妻两个一个月相聚两日 一番亲热之后 贺四郎便将此事告诉了程锦衣 程锦衣笑着点头 好 我明日就令人收拾院子 幸好当年我厚着脸皮求了三嫂 来了边关 不然我们夫妻俩也得分割两地 一别二十年 其中的心酸滋味也就只有贺军卫士知道了 贺府是四进的大宅子 有两处院子一直空着 程锦衣令人将大的那一处院子收拾妥当 连伺候的丫鬟婆子也一并挑好 一个多月之后 卫士到了顾院镇 州里两个数年未见 彼此重逢 说不尽的欢喜 程锦衣怜惜地看着生了白发的卫士 二嫂 我这就给你开药方 调理上几个月 以后也能少些白发 我都这把年纪了 人老了 有些白发也不稀奇 二嫂风华正茂 一点都不老 卫士回了院子 懒静自照 看着镜中略显苍老的妇人 常常叹了口气 即将和丈夫重别的喜悦期待 忽然换为了紧张忐忑 一转眼就是二十年 她已经老了 看着这样的她会不会嫌弃呢 要不然 她还是先去沐浴更衣 梳妆一番吧 卫士刚起身 门就被重重地推开 她一惊 豁然转身 映入眼帘的 是一个高大健壮 凛然威武的中年武将 右眼戴着眼罩 脸上一道猙獰可怖的陈年刀疤 卫士张了张嘴 想说话 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一般 没等她哽咽出声 久别多年的丈夫大步走过来 用力将她搂进怀中 身上的盔甲还未退去 坚硬冰冷 她的怀抱却温暖有力 卫士浮在丈夫的怀里泪如泉油 贺军眼前也是一片模糊 心中空落落的地方 被重逢的喜悦激动和心酸苦楚 甜得满满的 卫士不知自己哭了多久 停下来的时候 眼睛都肿了 声音也哑了 她羞愧地不敢抬头看丈夫 我是不是又老又丑 我更老更丑 林平打仗的时候 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 叫鬼面将军 瞎了一只眼睛 脸上还有那么猙獰的刀疤 叫鬼面将军倒也合适 卫士听了不乐意了 立刻抬起头看着丈夫 伸手抚摸她的脸 这些人胡说八道 什么鬼面将军 我的丈夫 是顶天立地的男子 和大丈夫 在我心中 你是世间最好的女子 无人能及 卫士又哭又笑 再次扑进她的怀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999集 分别多年 情意并未变淡 反而愈发浓烈 我一直盼着 能和你重逢相聚 有了今日 我便是历时和言 也心满意足了 贺军搂着妻子 低声说道 我也是 短短三个字 又惹得魏氏哭了许久 等魏氏情绪平稳 能好好地说话 已经是第二日的事了 贺军这些年 从未告过假 贺四郎时常回来 和妻子儿女相聚 贺大郎在休暮时 也会来雇员阵 唯有他 一直住在军营里 魏氏一来 他直接将积存了 多年的假 一并用了 直接告假一个月 贺其二话不说 便准了 左军里有众多武将 每日例行操练巡逻 便是突然出什么事 贺军 也能在一日之内 赶到军营 魏氏既欢喜 能和丈夫着急相守 又有些忧心 你告假这么多天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贺军平日冷冽的脸孔 此时分外柔和 看着魏氏的目光 满是温柔 没什么不合适 边关平定后 这几年几乎没打过招 不过是每日操练军阵 我不再也无妨 魏氏将头 依微进贺军的胸膛 夫妻说了一夜的话 却是半点倦意也没有 此时身体相贴 彼此一动 在屋子里缠绵了一天 直到傍晚才出门见人 程锦怡看着她面色骤然红润 犹如枯木冯春一般的魏氏 露出灰心的微笑 程锦怡为魏氏 开了调理身体的药方 魏氏也不拒绝了 一日三顿 她还特意地多熬了一些 让贺军一同喝 女人家调理身体的汤药 我喝做什么 四弟妹说了 这汤药喝上几个月 就能令白发变黑 这可是程锦怡当年用过的药方 你头上也有白发了 喝一段时日看看 或许能有些效果 贺军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头上也有了些白发 她虽然不喜喝汤药 却医了魏氏 不只是这一桩 举凡是魏氏张口说的 贺军都是百依百顺 夫妻两个如胶似漆 一刻都分不开 赫斯兰过来 见贺军和魏氏 你浓我浓的样子 不由得一笑 当年在京城的时候 贺军还有几个美妾 和魏氏夫妻感情还算不错 但是也说不上特别好 患难见真情 魏氏的一片情深 是个人都不能不动容 贺军这些年在边关 豁出性命领兵打仗 军中有营迹 贺军却是碰都没碰过 苦尽甘来 便是如此了 夫妻相聚一个月 贺军就得回军营了 魏氏面色红润 眼眸明亮 气色极好 看着比以前年轻了十岁不止 他心中不舍 口中笑着催促 快先回去吧 等得了空闲再回来 贺军点点头 当着众人的面 搂过魏氏亲了一口才离去 陈锦怡贺四郎 不约而同地转头偷笑 魏氏闹了个大红脸 却舍不得称怪丈夫一句 目送着他 骑着骏马远去 嘴角的笑意久久不散 更令人惊喜的是 半个月后 魏氏竟诊出了喜脉 陈锦怡连连道贺 是喜脉 恭喜二嫂 又有喜了 魏氏又是欢喜 又是羞丧 她是做婆婆的人了 孙子都两岁了 一把年纪的 还怀了身孕 这说出去 这是臭死人了 陈锦怡忍住笑 开解魏氏 二嫂年龄是略大了些 不过这个年纪有孕 也不算稀罕事 二嫂放宽心 好生养胎 以陈锦怡的医术 为魏氏安胎养胎 不在话下 魏氏定定心神 脸上热意烧退 这等事 我真不好意思告诉全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全哥知道自己做兄长 不定怎么高兴呢 对了 这桩喜事 可得告诉二哥一声 要不然 还是等他得了空闲回来 再告诉他也不迟 这可不行 这等喜事 怎么能瞒着当爹的呢 二嫂不好意思说 我来打发人去军中送信 说来也是不巧 贺军正好亲自领兵去了关外 送喜信的人扑了个空 贺军是赤后营出身 当年领兵去关外打仗 立下过赫赫战功 后来 贺军做了左军将军 对赤后营也分外重视 此次是因为关外一个小部落叛乱 贺军立刻领兵前去平乱 也没用多少功夫 短短几天就打了胜仗回来 一回军营 贺军便知道妻子有孕的喜事 他激动得连盔甲都来不及换 一路骑马奔赴顾员镇 一见面 还没说上话呢 卫士就被贺军身上的气味 冲得连连作呕 怀了身孕的女子 对气味本就敏感 贺军连着多日没有沐浴 身上还有着挥之不去的血腥气 混合在一起 卫士当场就吐了 贺军自责不已 立刻去沐浴更衣 在热水桶里面狠狠泡了小半个时辰 将自己从头到脚 刷洗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异味了 才去见得卫士 卫士吐了一回 全身无力 躺在床上 贺军坐在床榻边 握住她的手心疼不已 辛苦你了 当年我坏犬根的时候 吐得更厉害 我每日什么事也不做 就在屋子里养胎 没什么辛苦的 倒是你 刚得了消息就跑回来 连口气都来不及喘 要说辛苦 也是你辛苦 贺军伸手 为卫士扶起耳边的发丝 真没想到 你又有了身孕 卫士略显苍白的脸孔 飞起一片红月 真是羞也羞死了 我们两个 都是做祖父祖母的人了 我这一把年岁 还有了身孕 传出去 真不知道有多少人笑我 谁爱笑谁笑 反正我心里高兴得很 这还用说吗 我也十分欢喜 不管生儿子还是生女儿 我都视如珍宝 夫妻两个 含情默默地对视而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一千集 贺军在雇原镇待了两日 也该回军营了 临走前 贺军郑重地 对程锦衣说 有劳四弟妹 多多照顾她 二伯只管放心去军营 二嫂得一时起居 我自会细心照亮 有什么事 我就立刻令人去军营送信 贺军十分感激 连连拱手道谢 卫士有孕的喜讯送到了京城 太夫人笑得合不拢嘴 哎哟 真是没想到 卫士这一把年纪了 还能有喜呢 来人啊 快准备补品 立刻送去边关 给卫士好好地补一补身子 贺松一时满脸喜色 对着郑氏说 儿媳有喜了 这可是庄大喜事啊 我也准备些东西 令人一并送去 郑氏笑着应下 贺松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当年回京养伤 贺琪主动提议 让郑氏照顾伺候她 她感激之余 也下定决心 要好好地管束郑氏 绝对不让她 再有新风作浪的机会 这些年 郑氏每日都在丈夫的身边 一言一行 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 所有的心气都被磨平了 老实又安分 卫士有喜 全哥也很高兴 对着两岁的长子说道 大郎 你祖母有孕 过个大半年 你就要有小叔叔 或者小姑姑了 大郎和亲爹小时候 一样地淘气 骑着自己的小竹马 嘟嘟嘟地跑来跑去的 根本没有将亲爹的话 放在心上 大郎 到小姑姑这儿来 贺臣笑咪咪地 冲着她的堂植 大郎招手 大郎最喜欢 这个甜美可爱的堂姑 立刻乐颠颠地冲了过去 鼓着两个手拉手 去曾祖母那玩 太夫人这把年纪最喜欢孩子 见贺臣和贺大郎都过来玩 太夫人很是高兴 令丫鬟端了密建国府过来 这是贺臣最喜欢吃的 曾祖母带我真好 多谢曾祖母 太夫人笑着摸了摸贺臣圆圆的小包子脸 喜欢就多吃一些 程锦荣在宫中为梁皇后安胎 无暇照顾贺臣 太夫人正好顺理成章地 将曾孙女留在府中 贺臣是个乖巧好带的孩子 他自己会穿衣穿鞋 自己吃完饭后 还会用小帕子将嘴角和小手擦得干干净净的 他每日带着堂侄儿 堂侄女一同玩耍 还颇有姑姑风范地照顾着他们 太夫人承认 程锦荣很会管教孩子 贺钊贺阳贺药兄弟三个都很好 到了贺臣这儿 程锦荣带得最多 贺臣没有半点骄纵任性的坏脾气 聪慧可爱讨喜 曾祖母 我想娘了 娘已经几日都没回来了 臣姐儿乖 你娘在宫中为皇后娘娘安胎 这是正经当差 十天八天的能出宫一回 这就算不错的了 贺臣闷闷地嗡了一声 也不必别人开启安慰 很快就自言自语 娘是去当差 我得乖乖的 不能让娘担心 然后就去和大郎他们玩了 太夫人欣慰之余 又有些心疼她 对贺臣愈发怜惜疼爱 大概是母女怜心 贺臣今日念叨了一回 这一日的傍晚 程锦荣从宫中回来了 贺臣两眼放光 扑进娘亲的怀中 娘 你总算回来了 我每天都想你 程锦荣将贺臣抱进怀中 轻声笑着 娘也想你 贺臣自出生之后 就一直在她身边 母女两个从来没有分别过 这几个月 她在宫中为梁皇后安胎 无暇照顾女儿 不得不分别 心中也时时牵挂 贺臣将头埋进娘亲的怀里 程锦荣目光一揉 搂着女儿 你每日在府中乖不乖啊 当然乖得很 曾祖母最喜欢我了 她像是个小大人一般的 主动问起了梁皇后 皇后娘娘还好吗 程锦荣玩耳一笑 摸了摸女儿的小包包头 皇后娘娘心思重 时常焦虑忧心 她像不太平稳 所以呢 娘才要一直待在娘娘的身边 我知道了 娘安心当差吧 我会乖乖听话 娘不用担心我 等娘娘平安生子 娘就带着你回边关 梁皇后孕期已有五个月 以程锦荣的医术 已能诊出 她腹中是一个男婴了 这一桩喜讯 令帝后和裴太后欢喜不已 贺尘咧着小嘴 笑了起来 京城当然样样都好 可在小小的贺尘心里 顾元镇才是她的家 她也很想亲爹 想早点回去 过了片刻 贺昭贺阳夫妻和贺耀一同前来 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饭 姜婉婉的身孕已经有六个月了 肚子挺得高高的 程锦荣在两个月前 就为姜婉婉 枕出了肚中式双胎 朱巧儿羡慕得不得了 不知在贺阳面前 嘀咕了多少回 贺阳不得不加油努力 朱巧儿在一个月前 也有了喜讯 程锦荣每隔几日回府一回 一来是想念女儿 二来是为两个儿媳 枕脉安胎 尤其是姜婉婉 怀着双胎是好事 临盆时也多几分凶险 所以养胎格外谨慎细致 程锦荣要留在京城 为梁皇后安胎 今年是走不了了 姜婉婉临盆之日 程锦荣正好能回府坐镇 程锦荣和儿女们相聚一晚 隔日一早又进了宫 梁皇后自从知道 肚中这一胎是皇子之后 最大的一桩心事也放下了 这几日吃得好 睡得香 面色分外红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一千零一集 程锦荣照例为梁皇后请了平安麦 娘娘迈向平顺 比前些日子好得多 你不是外人 本宫也无需瞒着你 自有孕之后 本宫又死不断 盼着肚中是皇子 如果再是公主 本宫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天子无似 大楚无楚 犹如千军重担 都落在梁皇后的肩头上 梁皇后还算坚韧 撑了十几年 有了身孕之后 梁皇后先是欣喜若狂 然后就开始忧心 父中孩儿的性别 女儿她一样喜欢 可她现在需要的是儿子 天子需要子嗣 大楚需要储君呢 也正因此 梁皇后心里负担颇重 再如何开解安慰 也是时常焦虑难安 直至几日之前 程锦荣诊脉之后 清楚肯定地告诉她 肚中是一个男胎 梁皇后晃晃悠悠 飘荡不安的心 终于彻底安定了 程锦荣笑着 安抚梁皇后一番 待喝完安胎药 程锦荣陪着梁皇后 一起去仁和宫 给裴太后请安 裴太后笑着称道 哀家早就说过 一切都以肚中孩子为重 你在交房店里安胎便是 怎么又挺着肚子 来给哀家请安了 母后且宽心 儿戏每日好吃好睡 胎像平稳 程神医也说了 有了身孕的女子 也得适量地走一走 动一动 儿戏一路慢悠悠地 走到仁和宫了 半点都不累 裴太后口中这么说 其实儿戏常来仁和宫 她心里也高兴得很 婆媳两个叙道几句 裴太后便问程锦荣 你昨日回贺府 进着陈茄儿了吧 她是不是常哭着想你 要不然 还将陈茄儿带回宫里来 陈儿乖巧听话 每天在府中 带着堂侄儿 堂侄女一同玩耍 高兴得很 想进宫那是一句话的事 不过宫中一切 以梁皇后这一胎为重 她伪失抽不开身 也分不开心来照顾女儿 还是算了吧 程锦荣这么说 裴太后也没勉强 转而问起了 姜婉婉和朱巧儿 婉婉怀的是双胎 如果脉象没有诊错的话 应该是龙凤胎 巧儿的月份还浅 不过胎象平稳 娘娘不必忧心牵挂 他们都是有福气的 哀家也等着抱皇孙了 怀双胎的姜婉婉 在孕期八月的时候就发动了 剩下一对龙凤胎 临盆那一日 裴秀在产房外听了片刻 就双腿发软 根本就撑不住了 程锦荣瞥了一眼 不忠应的亲家母 我这就进产房 陪着玩玩 你害怕就先回去 等孩子生了再来 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守着 可怜天下父母心 门心自问 如果十几年后 贺尘躺在产房里 她大概也没那么镇定冷静 程锦荣难得没有取笑她 行了 有我在 不用担心她 说完便起身进了产房 裴秀一颗心晃晃悠悠 没个着落 听到产房里传出的呼痛声 裴秀便要小声地哭上一回 叫要这个亲爹 没比裴秀好到哪儿去 不时地红着眼眶 落几滴眼泪 贺昭一边忧心产房里的妻子 一边还得不断地宽慰落泪的岳父岳母 将往晚是出胎 又是双胎 生得确实艰难 熬了一夜 到了天亮之际才生下了长女 小半个时辰后 又生下一子 一双红彤彤的男婴女婴 被强宝包裹得整整齐齐 抱了出来 贺昭激动难耐 快不上前 将一双儿女抱在怀中 小心翼翼的架势 犹如抱着举世无双的珍宝 江瑶裴秀总算是不哭了 各自擦了擦眼泪 冲上前问程锦蓉 晚晚现在如何 程锦蓉熬了一夜 面上略有眷色 精神却是极好 晚晚体力不吃 现在已经昏睡过去了 你们先别惊扰她 让她睡上半日 江瑶和裴秀心疼女儿 再次相拥痛哭 贺昭喜得长女长子 贺家嫡出掌房 后继有人了 太夫人大喜 直接赏赐府中 所有下人一个月的月见 喜三里那一日 裴太后和帝后 皆有后赏 梁皇后的孕期 也有七个多月了 过了七个月便是早产 婴儿大多也能存活 宫中内外 不知有多少人的眼睛 看着交房店 宣平帝再忙碌 晚上也要去交房店 陪着梁皇后 梁皇后 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格外地小心 程锦荣令人布置好产房 已被梁皇后 随时临盆发动 八个月的时候 梁皇后腿有些腐肿 到了孕期九个月之时 梁皇后的脸孔 也有些腐肿了 还生出不少斑点 程锦荣笑着安抚她 到了怀孕后期 生一些斑点也是常识 等生了孩子 就能慢慢地恢复如常了 梁皇后此时 哪里还顾得上仇美 只要孩子平安康健 本宫脸上生些斑点 也算不得什么 这么一日日等着 梁皇后已经足月了 竟然还没有发动 裴太后有些坐不住了 每日都要去两趟交房店 宣平帝也着急 私下问程锦荣 这已经足月了 怎么还没临盆呢 皇上不用担心 妇人怀孕生孩子 有的早一些 有的迟一些 迟上十天半个月的 也是有的 这样的话 每天都要说上一回 程锦荣稳得住 众人惶惑不安的心 也就跟着稳定了下来 所以说 程锦荣留在宫中 那是必要的 有她在 众人都安心踏实 等了二十天 梁皇后终于肚痛发作 宣平帝原本正在上朝 一听内侍来报 她立刻修朝去了交房店 朝堂众臣们 对此也毫无意义 朝中政务暂且不及 要紧的是梁皇后 肚中的皇子平安出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一千零二集 宣平帝快步进了交房店 到了产房外 裴太后和几位太妃都在 至于程锦荣 早已进了产房 裴太后面上有些忧色 低声对宣平帝叹道 刚才锦荣打发人 出来送信 说皇后这一台 台位不正 梁皇后素日胎位 都是正的 偏偏就在临盆这一日 胎儿在肚中转了个方向 有经验的接生嬷嬷 一摸肚子就知道 不太妙 这头在上 脚在下 要怎么生呢 宣平帝面色凸得一变 声音微微颤抖 那该如何是好 先别慌 有锦荣在 胎位正不过来 就剖腹取此 是啊 有姐姐在 不用怕的 宣平帝激烈跳动的心 慢慢平稳下来 这一刻 她和裴太后心有灵犀 想法出其一致 万幸 当日程锦荣留了下来 不然此时 谁能令皇后平安生子呢 片刻 杜太医也来了 程锦荣要为梁皇后 剖腹取子 身边得有人相助 甘草不在 便让杜太医来做助手 杜太医 医术精湛 且同是女子 十分便利 而且杜太医 也一直在研究外科医术 程锦荣这一年里 指点了杜太医不少 杜太医神色沉稳 拱手行礼 不必行礼 快些进产房 时间紧急 此时不是讲究虚理的时候 杜太医略一点头 快步进了产房 梁皇后已经知道自己胎位不正 要剖腹取子 面色苍白 不过 她神色十分坚韧 握住程锦荣的手 你答应我 如果母子只能保一刻 一定要保住我肚中的孩子 程锦荣鼻尖一酸 放心吧 有我在 一定会令娘娘母子平安的 我相信你的医术 可事事无绝对 我要你答应我 一切也还自为险 程锦荣只好先顶头应下 为梁皇后喝下了宁神汤药 梁皇后喝了汤药之后 渐渐昏睡过去 程锦荣定下心神 取过自己的药箱 拿出锋利的三寸利刃 杜太医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心中依然涌起 阵阵积月的热流 这一年来 程锦荣是有意地 指点她的外科医术 她也一直潜心钻研 程锦荣为几个 难产的妇人剖腹取子 她都在一旁 这一切 都是为了预防梁皇后难产 没曾想 这一日果真派上了用场 杜太医 仔细看 杜太医收敛心神 凝神看过去 上书房散学了 家若公主芸汐神色焦虑 步履匆匆 裴思梁芳 程瑶 都伴在芸汐的身边 一同进了交房店 裴家兄弟和贺药都还年少 不便去产房 不过她也来了交房店等喜训 宣平帝满面忧色 芸汐心疼父亲 上前柔声安慰 父皇别担心 姑母的遗数 父皇还信不过吗 如果她都信不过 那朕还能信谁呢 只是 朕的心中 实在是胶着难安的 芸汐一直伴在宣平帝的身边 不时地柔声安慰 丁公公来问午膳 宣平帝哪里还有心用午膳啊 挥挥手 令丁哥哥退下 一直等了两个多时辰 产房里终于传出 婴儿响亮的哭啼声 宣平帝眼睛一亮 想进产房 却被裴太后给拦下了 暂且别急 皇后剖腹取此 岂容还要为她缝合伤口 宣平帝只好按捺下来 继续等待 没等多久 接生婴婴先出来报喜 恭喜皇上 皇后娘娘生了一位 白胖康贱的皇子 裴太后洗上眉梢 立刻说道 好好好 众人都有厚赏 宣平帝眼中 骤然闪出光芒 喜悦几乎溢出了眼眶 程景蓉早就整过脉 说梁皇后这一胎是儿子 可只有孩子出世了 才能够作数 此时巨大的喜悦 充盈了宣平帝的胸膛 袁夕也是欢喜的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 她就知道 母后度中的是弟弟 她也一直盼着有个弟弟 生在天家 她自然懂天子无似 国朝难安的道理 可不知为什么 这一刻 看着众人欢喜鼓舞的模样 看着满是喜悦的皇祖母 看着沉浸在狂喜之中的父皇 她的心里护得有些微微的酸 有了弟弟 父皇母后最喜欢的 再也不是她了 袁夕略一垂头 过了片刻 悄然退了出去 袁夕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了狼眼下 靠着珠色的狼柱 目光落在远处 众人都在热切地议论着刚出生的小皇子 没有人留意到袁夕的落寞 只有一个少年一直在看着她 她环视一圈 略以犹豫 悄然迈步走到袁夕的身边 西表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这个声音对袁夕来说 再熟悉不过了 药表弟 这个巧步而来 一脸关切的俊秀少年 正是贺药 贺药八岁进宫读书 在宫中一住就是六年 她比袁夕只小了两个月 梁皇后喜爱贺药 时常宣召贺药去交房店 贺药和袁夕见面的机会颇多 也最熟人 岁月流逝 贺药和袁夕也一日日长大了 贺药一双黑眸 怜惜地看着袁夕 西表姐 皇后娘娘生了小皇子 大家都高兴得很 你不高兴吗 父皇母后早就盼着这一日 我有了弟弟 心里自然也是高兴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03集 那种陌生的难以言语的失落 也萦绕在她的心头 她的心中 莫名地有些酸涩 我知道你心里的感觉 我在家中排行第三 上面有大哥二哥 下面有讨人喜欢的妹妹 在爹娘心中 我从未排过第一 芸汐鼻尖又是一酸 眼眶微微泛红 不过我还是乐意有大哥二哥和妹妹 我们都是爹娘的骨肉 是世上最亲近的手足 血弄于水我知道 不管何时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的兄长和我的妹妹都会站在我这边 我也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 西表姐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是皇上和娘娘唯一的掌上明珠 皇上娘娘对你的真爱无人不知 皇上和娘娘一直无子 如今有了皇子 这是宫中内外甚至是大楚朝的大喜事 他们心中高兴 一时忽略了你 也是难免 你心里有些失落 有些难过是不是 芸汐被说中了心思 有些难堪 更多的却是酸楚 其实我也盼着有一个弟弟 可看着父皇和皇祖母高兴的样子 我心里又觉得不是滋味 要表弟 我是不是太坏了 竟然嫉妒起刚出世的弟弟了 西表姐 你别这样说自己 在我心里 你是天底下最美 最善良 最可爱的姑娘 芸汐心尖一颤 飞快地看了贺耀眼 你 我 谁都没往下说 因为什么也不必说 眼中的默默情意已经足够了 贺耀还是纯情少年 第一次对着喜欢的姑娘吐鲁心声 俊秀白净的脸都红透了 芸汐脸颊也是一红 之前那点失落黯然不翼而飞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丝羞怯的甜意 两个人都没有勇气看彼此 一个看地上 一个看着身边的郎柱 空气中似乎停止了流动 甜甜的 黏黏的 谁也不愿意张口 打破这份微妙的气氛和宁静 直到一个上女的声音响起来 西表姐 药表弟 你们两个 怎么傻乎乎地站在这儿不说话呀 爽朗明快的声音来自于成瑶 芸汐定定心神 竭力地装作若无其事 里面人多 我觉得气慢 所以出来透透气 药表弟陪着我站一会儿 贺药也回过神来 俊秀的脸孔还有些泛红 啊 药表姐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成瑶粗之大夜 也没有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来 我也觉得里面人多 吵吵嚷嚷嚷的 让人头痛 所以 偷偷溜出来了 一边说着 一边上前 挽住芸汐的胳膊 我们先溜出去转一圈 等过上半个时间再来 芸汐笑着硬朗 一双少女 亲热地挽着手 说起了悄悄话 贺药当然不便跟上去了 只能眼巴巴地 看着芸汐的身影远去 芸汐收拾心情 和承瑶说说笑笑 转了一圈 才回了产房外 说来也巧 刚出生的小皇子 正好被抱出来了 裴太后和宣平帝 一同上前看孩子 口中夸赞小皇子生的俊俏 芸汐忍不住也凑过去 看了眼 小声嘀咕 脸上红彤彤的 像个猴子 眼睛小 嘴巴倒是不小 扯着嗓子哭的样子 丑丑的 哪里俊俏了 裴太后满心喜悦 笑着说 刚出生的孩子都是这样 等过些日子 就白净好看了 说着 高兴地抱过孙子 亲了一口又一口 宣平帝也要抱 裴太后不肯松手 孩子这么小 你哪里会抱 还是挨下抱着吧 等孩子长几日 骨头硬实一点了 你再抱不迟 宣平帝抢不过亲娘 只好作罢 不过她的目光 一直落在儿子的小脸上 在她的眼中 儿子处处都好 就连扯着嗓子哭喊 都是那么的讨喜可爱 袁夕心里又开始别扭了 将头扭到了一边 忙碌了几个时辰的 陈锦荣 终于出了产房 杜太医也一并出来了 陈锦荣脸上有些倦意 精神倒还不错 皇后娘娘的伤口 已经缝合好 现在正在昏睡 接下来几日 要每日换药 小心伺候 只要不发烧便无大碍 嗯 容表姐 辛苦你了 她们之间无需言谢 一个轻飘飘的谢字 根本难以表达她的心情 好了 我先去休息片刻 如果娘娘有什么事 立刻令人叫我过来 宣平弟点头 杜太医却没有离去 继续留下 守在梁皇后的身边 裴太后抱了一会儿孩子 有些乏了 笑着招呼袁夕过来 阿夕 你来抱抱你弟弟 元西抿了抿唇 走上前 略有些笨拙地抱过了弟弟 小男鹰哭累了 扒戴着小嘴 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丑了 元西想着 忍不住低头 亲了亲弟弟的小脸蛋 小皇子出世的喜讯 在最短的时间里 传遍了宫中内外 宣平弟大喜之下 重赏了接生嬷嬷 和交房店里的工人 其余的工人内侍 也皆有赏赐 众臣听闻喜讯 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 梁皇后终于生了皇子 大楚终于有储君了 说起来 梁皇后能平安生子 程锦荣的功劳最大 不过他已经辞去了官职 又是一品国公夫人 基本是赏无可赏了 小皇子的喜三礼仪过 宣平弟亲自下旨 为公主元西和贺耀赐婚 此事倒也没出乎众人的意料 以帝后对贺耀的喜爱 赵为驸马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程锦荣领着儿子 一同接了圣旨 然后去宝和殿谢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04集 宣平帝这几日还沉浸在得了皇子的喜悦中 脸上满是笑意 亲自扶城锦荣起身 又对贺耀笑着说 阿耀 你和汐儿还小 先定下亲事 等过几年再成亲 住进公主府 元西的公主府 在几年前就建好了 归制和皇子府比肩 论封帝 比秦王封帝还要好一些 由此也可见 宣平帝对长女的宠爱 贺耀脸皮嫩 听到成亲之类的话 一张俊秀的脸孔都红了 程锦荣看在眼里 不由得玩耳一笑 不过他今日来谢恩 还有些私下话 要对宣平帝说 他冲贺耀使了个眼色 贺耀心里神会 先告退离去 容表姐有什么话 要和朕单独说吗 姐弟两个 对彼此的性情脾气 了如指掌 程锦荣也不绕弯子 孩子们还小呢 皇上怎么忽然就赐婚了呢 怎么着 也该等公主 集集礼之后再赐婚 朕和皇后 早就将阿药 当成未来女婿了 早一些赐婚也无妨啊 皇后还躺在床榻上 坐月子 赐婚之时 宣平帝也没有和皇后商议 直接就下圣旨了 唉 皇上的心意我都明白 不过 皇上您有没有想过 公主突然接了赐婚的圣旨 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朕看着 汐儿和阿药 素来亲近 这门亲事 汐儿定是乐意的 皇上您问过公主了吗 这 她一个高兴就下了圣旨 倒是忘了去问一问女儿了 陈锦荣看着 宣平帝的面色 便知自己猜了个正着 如果我是公主 现在心中定然不好过 亲爹问也不问 就下旨为自己赐婚 而且 正值小皇子出生 我为皇后娘娘剖腹取子 立下大功 在他人眼中看来 皇上此时赐婚 就是对我的厚赏 哪一个做女儿的 遇到这种事情 心中能畅快 哪怕袁夕 心里面是喜欢喝药的 现在也定然很难过吧 被陈锦荣这么一说 宣平丁才惊觉自己做错了 都怪朕 光顾着高兴 想着来个双喜临门 就下了圣旨赐婚 但是好心做了错事 你提醒的是 朕这就去见汐儿 小皇子出师 大家都十分地高兴 公主一直是皇上 和娘娘的掌上明珠 心里怕是有些吃味 皇上 您可得好好地哄一哄公主 宣平帝点了点头 陈锦荣所料的半点不错 袁夕接到赐婚的圣旨 先是一阵错愕和喜悦 再一想 就欺挠起来 身判的宫女们 一个个笑着道贺 她却是心烦意乱 将宫女们都撵出去了 她独自一人 在寝室里生闷气 往日父皇最疼她了 现在弟弟出世 父皇最疼爱的 就是弟弟了 就连她的亲事 也成了对贺家的赏赐 咚咚咚 门被敲响 袁夕吸了吸鼻子 都走 我谁也不见 门外响起的 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了 汐儿 开门 是父皇的声音 袁夕心中越发的委屈 我头痛 不想见人 父皇你走吧 汐儿 你开门 朕有话要对你说 宫中内外 谁敢忤逆天子 袁夕就敢 任凭宣平弟说什么 她就是不肯开门 将自己一个人 关在屋子里 宣平弟当然可以 令人撞开 可是她被程锦荣 提醒过后 满心愧疚 哪里舍得再令女儿伤心 只好站在门外 一遍又一遍地叫门 僵持了许久 袁夕还是心软了 红着眼去开了门 宣平弟见女儿 哭得眼睛红肿 心中迫不适滋味 女大必妇 自袁夕十岁之后 她这个亲爹 却没有靠近过女儿 此时情难自尽 伸出胳膊 将女儿搂在怀中 汐儿 你别哭 是朕不对 朕在私婚之前 应该问一问你的意思 不应该直接下纸私婚的 你要是不喜欢喝药 朕立刻收回圣旨 袁夕鼻子一酸 又哭起来 天子无戏眼 父皇辞魂的圣旨已经下了 再收回才怎么回事 让我以后怎么贱人 要再招谁为驸马 要表弟和亲无辜 有什么要受这等羞辱 要是这么退了亲 要表弟以后 还怎么一亲取妻啊 朕 多贵朕 是朕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做了这么一桩昏头的事 汐儿 你是朕的爱女 朕只盼望着你幸福顺遂一生 你现在告诉朕 你到底重不重义喝药 如果你不重义 朕就是被人诟病 也得收回圣旨 再另外为喝药 挑一门好亲事 宣平帝的语气十分正重 袁夕也熟悉亲爹的脾气 被吓了一跳 擦了擦眼泪 我什么时候不愿意了 愿意就好 宣平帝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 你既然愿意 那亲事就作数 汐儿 你不要胡思乱想 你永远都是朕最爱的女儿 朕和你母后盼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你弟弟出世 心中自是欢喜 这几日 乃免有些疏忽了你 但是谁也取代不了 你在朕心中的位置 芸汐心里涌起热流 泪珠又涌了出来 芸汐浮在宣平帝的怀里 狠狠哭了一回 心里的委屈 随着热泪倾泻而出 宣平帝轻拍女儿的后背 心中愈发愧疚 暗暗想着 以后定要加倍对女儿好才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05集 哭了一场之后 芸汐的情绪平稳了许多 她红着一双眼睛 声音沙哑 父皇 有了弟弟 我心里也很欢喜 就是这几日 大家张口闭口 都是小皇子如何 父皇母后还有皇祖母 眼中也只有弟弟 我心里有些犯酸 这门亲事 我心里 也是愿意的 宣品弟松开手 退后两步 温柔地说 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我们都是世间至亲的亲人 心里有什么不畅快 只说便是 芸汐十四岁了 自觉长大成人 被亲爹当作几岁的孩童来哄 既觉得幸福 又觉得丢人 嗯 宣品弟没有离去 并御膳房被膳 父女两个一同用了晚膳 晚膳过后 宣品弟要回交房店 父皇 我也想去交房店 陪一陪母后和弟弟 好 你和朕一同去 芸汐要面子 不愿让人看出自己哭过 特意去梳妆了一回 还用脂粉敷了脸 大晚上的 别人看不出来 梁皇后却是一眼就看出来 女儿的不对劲 汐儿 你坐到床榻边来 梁皇后生着一胎 受了不少的罪 伤口还疼得很 不能下榻 得每日卧榻静养 小皇子自由奶娘宫女们照顾 梁皇后想孩子了 便令人抱过来看上一回 此时孩子已经睡下 芸汐磨磨蹭蹭地走到床台边坐下 瞧瞧你的眼 肿得像桃子一般 难道敷了脂粉 我就看不出来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不乐意这么亲事啊 母后误会了 女儿没有不乐意 这等丢脸的事 她才不愿意说出来呢 梁皇后看向了宣平帝 宣平帝略一眨眼失忆 梁皇后就明白了几分 她心中有些好笑 又有些愧疚 勉励伸出手 握住女儿的手 汐儿 你不要胡思乱想 父皇母后是盼着有儿子 可我们一样爱你 这几日 母后身子虚弱 不能下榻 也不能像往日那样 照顾你的衣食齐居 等母后出了月子 还像以前一样 母后这么说 女儿真是羞愧难的 女儿都十四岁了 已经长大成人 没好好照顾父皇母后 还要父皇母后 为女儿操心 傻丫头 别说十四岁 就是二十四三十四了 也是我们的女儿 在亲爹亲娘面前 有什么可羞愧的 不瞒你说 阿药刚出世的时候 我和你父皇 就想为你们定娃娃亲 后来阿药八岁 就被照进宫里住下 也是为了让你们熟悉 彼此的性情脾气 一同长大 情分自然深厚 这几年 你们两个一直亲后 女父皇下旨赐婚 想的是双喜临门 可没有拿着你的亲事 筹线你姑母的意思 不得不说 最了解女儿的 非梁皇后莫属 芸汐的那点别扭 梁皇后一猜便知 是我一时闹了小性子 没想明白 母后放心 以后我不会胡思乱想了 梁皇后灭露眷色 芸汐心疼娘亲 张口叮嘱梁皇后 要好好地休息 便告退出了交房殿 初冬的夜风 带着沁人心脾的良意 芸汐出了交房殿后 慢慢走回自己的寝宫 月色明朗 寝宫门外 站着一个 穿着月白锦袍的 俊秀少年 少年的眼眸 比天上的明月还要亮 戏表姐 芸汐脸颊微热 停下脚步 宫女们十分时趣 各自退开树明院 圣旨以下 贺三公子 就是芸汐公主的驸马 未婚夫妻见上一面 说说话 也不算是出格 月华如水 一双少男少女 默默对视 情景美得如同一幅画 前一天 两人见了面 还是有说有笑的 近日赐婚的圣旨一下 彼此间的关系 忽然间就有些不同了 心情也有了微妙的转变 对视许久 是贺药率先打破了沉默 喜标姐 没料到皇上会忽然下旨赐婚 我惊喜得都快飘起来了 我想问一问你 你高兴吗 这问得也太直接了 芸汐耳根都热了 她一开目光 没有说话 贺药鼓起勇气 上前几步 在芸汐的面前停下 喜标姐 我喜欢你 你 你喜欢我吗 芸汐脸颊都烧起来了 抬眼看着贺药 想捉弄她一句说 我才不喜欢你 可话到了嘴边 怎么也说不出口 贺药看着脸颊泛红 双眸璀璨的少女 心头的甜意 迅速蔓延着全身 她咧咧嘴傻笑起来 笑得像个傻瓜一样 贺药继续咧嘴傻笑 芸汐也忍不住笑起来 两人如此熟人 身份转变 带来的别扭羞涩 很快散去 取而代之的 是相视一笑时的甜蜜 我今日接了圣旨 只顾着高兴了 我娘带着我去饱和店信恩 后来 不知我娘和皇上说了什么 芸汐自然清楚得很 心中涌起振振的暖意 姑母最是敏锐细心 她是怕我骤然接了圣旨 心中不畅快 父皇得了姑母提醒 特意去安慰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06集 贺耀大着胆子 飞快地握住圆熙的手 匆匆一握 又缩回来 谢表姐 皇上和娘娘一直最疼你 小黄子刚出世 皇上和娘娘心中欢喜 对你稍稍疏忽了一些 不过这绝不代表 他们就不真爱你了 是啊 我都这么大了 还像个孩童一般 父母稍微有些疏忽 我就闹别扭不痛快 令他们操心 现在想来 真够羞丧的 在父母眼中 我们都不是唯一 等日后成了亲 你在我心里永远排第一 呸 呸 芸汐心结一挤 再看弟弟就分外顺眼 她每日都要去交房店 陪着梁皇后说说话 再抱一抱弟弟 男婴刚出世的时候 全身红通通的 看不出半点俊俏 如今渐渐展开 脸上红色褪去 皮肤白嫩 眉眼十分俊俏 芸汐抱着弟弟 笑着赞道 弟弟啊 越长越近了 父皇怎么还没学好名字 躺在床榻上的梁皇后 敏唇一笑 当年你出生后 你父皇在你满月的那一天 才取出了名字 我估摸着 你弟弟 也得等满月才有名字了 嗯 芸汐笑着嗡了一声 转头动动动弟弟 待到小皇子满月那一日 梁皇后也能下榻走上几步了 不过 梁皇后听程锦荣的嘱咐 并没有出席公宴 依旧坐月子养身体 陪太后亲自主持了皇子的满月宴 芸汐跟在皇祖母身边 一派添加公主气度 此次公宴 京城有品级的告命都进了宫 陈锦荣身为国公夫人 正经的一品告命 自然也有列席 而且和陪太后秦王妃 还有几位太妃同袭 这份体面也是独一份了 齐王妃近来心情也好得很 梁皇后生了嫡子 大厨有了储君 她的儿子袁衡 也不必被架在火上烘烤 等明年初成了亲 就可以求圣旨 旧藩离开京城了 宫宴还没结束 宣平帝的圣旨就来了 宣平帝给皇子取了名字 单名一个婿字 而且在这一日 立元旭为储君 在满月当天被立储的皇子 也是绝无仅有了 忠告命纷纷道贺 裴太后眉眼舒展 笑着说道 皇上这性子也太急了 训歌还这么小 就立了储君 怎么着也该等几年 于太妃含笑说 臣妾不懂什么大道理 不过 臣妾也觉得 皇上早立储君为好 顾书太妃笑着接了话茬 臣妾也觉得好 如此一来 朝堂众臣的心 也就定了 人心定 江山才能安稳 天子膝下空虚多年 总算派来一个皇子 看皇上的专情 怕是要守着皇后过一辈子 反正有了太子 众臣也不必再多管后宫闲事 宣平帝立储的旨意倒不是独断专行 之前几日 他召了魏国公等众臣商议此事 得了众臣的支持才下了圣旨 立储是国朝喜事 按惯例要大赦天下 这些事情宣平帝直接就交给了众臣们商议 他得了空闲就跑去交房店抱儿子 进了交房店 正听到儿子的哭声 宣平帝快步上前 抱起儿子一边拍一边哄 好了好了 秀儿不哭 姿势十分熟人 一看就知道平日没少抱过 袁旭才满月 听不懂亲爹的话 不过这般抱着背哄着 颇为舒适自在 他很快就不哭了 睁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 看着亲爹 宣平帝看儿子是越看越喜欢 笑着对梁皇后说 旭儿生得可真俊 这双眼也格外灵透 以后定是个聪明的孩子 是啊 臣妾也觉得旭儿格外聪慧 一旁的袁熙 在心里暗暗嘀咕 弟弟才满月 只会吃喝拉撒睡 真不知道父皇母后 哪只眼睛看出了聪慧来 不过袁熙也很疼弟弟 她走上前 伸手激咕弟弟 父皇和母后说话 我先抱着弟弟出去转一转 待会儿再送回来 宣平帝笑着点头 夫妻两个看着女儿 耐心温柔地抱着弟弟出去 心中十分欣慰 熙儿嘴硬心软 其实她比谁都疼婿儿呢 做姐姐的 哪有不疼弟弟的 就如她和程锦荣 这么多年没能相认 可她知道 不管何时何地何事 只要她张口 姐姐一定会竭力帮她 梁皇后自然不知道 宣平帝在想什么 不过夫妻多年 自有默契 当日 多亏了容表姐 留在了宫中 我临盆那一日胎胃不正 差一点难缠 是啊 没有程锦荣 哪里来的母子平安呢 容表姐是你我的福星啊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没有身孕 她回了京城 为你我调养身体 结果 你就有了身孕 可不是吗 一想到这些 我就满心感激 如今 我们和容表姐 做了亲家 以后 阿药是汐儿驸马 等他们成亲后 要住进公主府 我们可得对 阿药好一些 哼 这是当然了 既是亲外申 又是女婿 她岂有不疼的道理 容表姐在京城待了这么久 怕是早就想回边关了 眼下 蓄儿满月了 我身体也恢复得很好 还是让容表姐回去吧 现在启程 还能赶上和贺琪一同过年 嗯 好 其实不必梁皇后说 程景蓉也得走了 她带着好几辆马车的赏赐回了府 衣服行李早已说是妥当 也不必一一再去道别 向众人送个信也就是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儿子们都大了 各自成了家 程景蓉没有什么不舍的 唯一不舍的 就是出世不久的孙子孙女 惦记的是猪巧儿肚中 尚未出生的孩子 贺阳对贺钊唏嘘道 我们两个呀 现在就是两根草 爹不疼娘不爱的 众人一同笑喷 贺钊笑着踹了贺阳一脚 贺阳敏锐地闪过了 无奈 贺钊早就料到他会躲 虚晃一退 另外一只脚踢过来 到底还是被踢中了 你们两个都是当爹的人了 怎么还这么爱闹腾呢 我哪里爱闹腾了 我生性稳重 是大哥他总欺负我 贺钊一捏拳头 咔嚓咔嚓作响 贺阳立刻改口 长胸如腹 爹娘不在京城 我这个做弟弟的 本来就该听大哥的 众人又是哄堂大笑 贺尘抱着程锦蓉的胳膊 眨着眼说 娘 我们什么时候走 程锦蓉温柔地摸着贺尘的脸 两日后就启程 爹一个月给我们写两封信 一直催着我们回去 我也想我爹了 这一日晚上 贺尘坚持和亲娘同睡在一张床上 程锦蓉搂着女儿 轻轻抚摸她柔软的发丝 心中颇有些愧疚 这大半年里 她回府的时间少之又少 贺尘才四岁大 正是年户亲娘的时候 不过贺尘很懂事 很乖 从来不闹腾着要亲娘 娘 以后你不进宫当差了 我是不是天天都和娘一起睡 嗯 贺尘幸福地叹了口气 很快睡着了 程锦蓉斧头亲了亲她 闭目入眠 隔日 府中来了意想不到的贵客 当押回来通船的时候 程锦蓉有些惊讶 哦 请裴统领和裴夫人先去那趟 我稍后便来 亲王世子元恒 二十有二 过了年就二十三了 亲王妃心急儿子亲事 频频令人送信去禁地 裴张白凤夫妻两人 终于点头首肯 婚期定在了来年二月初 裴太后 也有二十年没见过裴张了 私下和轩平帝说了一回 每隔几日 轩平帝便下旨 照裴张裴绝兄弟 一同归京 裴张和白凤 齐数皆家 一路快马进京 正好赶在了程锦蓉 离京的前一日到了京城 论亲缘 裴张应该先去见妹妹裴秀的 没曾想 白凤坚持要先来 平过功夫败会 裴张拗不过她 只好硬着头皮 厚着脸皮来了 夫妻两人一同进了那堂小座 白凤自打进了京城之后 便目不暇接 实施惊叹 此时进了平过功夫 更是惊叹连连 贺府竟然如此显赫富贵 比你的裴家村可强多了 换了是我 也是要嫁给贺琪的 唉 裴张揉了揉额头 一脸无奈地叮嘱 白凤 你思想说什么都无妨 现在我们就在和服 这等话 万万不能乱说 要是传出去 不知要传出多少闲言碎语 你有妻有儿有女 程锦荣更是做了祖母的人了 这等年纪说笑几句 难道还会有人心生误会不成 哎呀 除非是有人念着旧情 心中难以忘怀 所以才会这般介意 白凤这是打翻醋坛子了 当日接到圣旨 他心中自然喜悦 离经多年重返故乡 换了谁也会喜行余色 偏偏白凤吃起了陈年旧醋 非说他是因为能和旧情人相聚而喜悦 这话本就不对 他和程锦荣一直清清白白 哪里就是什么旧情人了 现在他们都在评过功夫 身边有丫鬟有小思 一双双眼睛看着 耳朵听着 什么都不便说出口 裴张索性来了个沉默相对 然后白凤心里就更酸更气了 睁着一双明媚的眼 用力瞪着他 你为什么不吭声啊 是不是被我说中心思 心虚了 我们今日是客人 来登门拜会 你这般狐角蛮臣是什么意思 你既然心中介怀 那我们现在就走 也省得在这儿丢人 说完起身便要走 白凤性烈如火 本就是个暴脾气 哪里经得住啊 立刻冷笑了一声 起身拦住了裴张 哼 我偏偏不走 你也不准走 他今日非要见到程锦荣不可 夫妻两个都是一肚子的火 怒目相识 眼看着就要动手打起来了 表哥 表嫂 时隔多年 他终于又听到了程锦荣的声音 这一瞬间 裴张心中百般滋味混合在一起 一时说不清是喜悦 还是伤感唏嘘 他甚至没有勇气 转身去看程锦荣 白凤和裴张四目相对 将他眼底闪过的复杂情绪 看得清清楚楚 白凤像吞了几个没熟的橘子 酸得都快冒泡了 不过他并没有失态 而是迅速调整表情 亲热地挽起裴张的胳膊 这就是你常提起的程家表妹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程表妹呢 还不快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也免得我失了礼数 成亲这么多年 他都不知道白凤变脸会如此迅速 心中是好气又好笑 心底久别重逢而来的唏嘘感慨 也被冲淡了许多 他转身过来 对着迈步而来的女子微微一笑 容表妹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我样样多好 倒是陪表哥 看着比昔日成熟了许多 四目短短交会片刻 将此次的模样看在眼中 二十年的岁月 在彼此的脸上都落下了印记 昔日英俊少年 被岁月磨去了棱角 如今蓄取了短须 威严又凛然 昔日美丽的少女 也被时光打磨得温润如玉 目光温暖而清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708集 程锦荣很快一开目光 看向裴张身侧的女子 这是我妻子白凤 白凤 这是我的表妹 程锦荣 白凤嫁给裴张多年 穿戴早已和大楚女子无异 不过一眼看去 总能发现有些不同之处 譬如 那大胆又直接的目光 甚至还带着些 情敌间的促意和审视 程锦荣微笑 任由她打量 白凤看了许久 呼地叹了一声 裴张显然怕白凤乱说话 咳了一声 用目光提醒她 白凤也没看裴张 对程锦荣说 我很多年前就知道你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你 你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表嫂倒是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 你也一直对我很好奇吗 嗯 裴张表哥年少遭逢家便 领着族人离京去了岭南 他心思缜密又沉稳 听到他成亲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姑娘 能打开他的心扉 我想 一定是个善良又热情的姑娘 心里眼里都只有表哥 哪怕表哥沉默少言 哪怕表哥矜持内敛 他也能知道她的好 陪着她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而表哥 也会全心带她 将她宠成一个不安事事 无需恪守世俗成规的幸福女子 近日一见 果然如此 而且表嫂比我想象中的更美丽 连裴张都没有想到 陈景荣会说这样的话 更别提白凤了 他积压在心底多年的醋意 忽然烟消云散 你也比我想象中更美 你很好 怪不得裴张少年时那么喜欢你 有你这样的情敌 倒也不算辱没我了 以陈景荣的能言善道 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他看了裴张一眼 裴张也是哭笑不得 看着白凤的目光里满是温柔 白凤 我早就和你说过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自从和你成亲之后 我就没有想过别人 以裴张的性情脾气 能当众说出这样的话 实属不易 白凤甜甜地笑起来 四巡妇人 还有着少女时的率真和热情 可见这些年 裴张带白凤确实是极好 陈景荣微微一笑 心中最后一次唏嘘 就此散去 你们夫妻回京 是为了阿斯的亲事吧 我历经多年 得天子宣召回京 心中十分欣慰喜悦 哦 还有件事你还不知道吧 皇上将裴府 赐唤我们兄弟了 恭喜表哥 裴张眉眼舒展 笑了笑 多年夙愿终于得偿 阿斯嫁给秦王世子 成亲就住进秦王府 可哀怨得娶媳妇 阿念呢 也快到娶妻的年纪了 总不能成亲了 还住在宫里吧 没曾想 皇上将裴家的大宅子 赏了回来 他们兄弟几个 也有安身之处了 裴院的婚期 也定在了二月初 比裴司远横的婚期 还早了几日 说了一番闲话 程锦荣便令人备善 你明日就要启程离京 我们夫妻就不多打扰了 这就告辞了一句 是啊 你也别和我们客套了 裴张多年没有见过妹妹 原本定好了 今日先去魏谷公府的 是我坚持要先来见你 现在见也见过了 我们也该走了 裴张揉了揉额头 白凤这辈子 怕是怎么都学不会 什么叫做含蓄委婉了 程锦荣倾笑出声 亲自送裴张 白凤出府 夫妻两个都是骑着骏马来的 裴张翻身上马 白凤上马的动作 同样干净利索 两个人挥别程锦荣 策马离去 程锦荣站在原地 看着夫妻两人远去的身影 直至消失不见 他才转身回了府中 前臣旧事早已远去 他生活安宁幸福 裴张也有良人在侧 彼此安好 再无遗憾 又过一日 程锦荣带着女儿贺尘 离开京城 裴张夫妇 在这一日 也被宣召进宫觐见 夫妻两个先进了仁和宫 见了裴太后 裴太后两兵发白 面容慈祥温和 看着裴张的目光 平静而温暖 阿张 多年没见 你过得可好 浓烈的难以形容的酸色 涌上了心头 裴张的目中闪过水光 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 哽咽难言 她跪下来 给裴太后磕了三个头 裴太后的眼睛也红了 过往恩怨 早已在岁月的流逝中远去 可怜的裴张兄弟 被亲爹连累 离经二十载 如今归来 亦是人至中年 人的一生 能有几个二十年呢 裴太后走上前 亲手扶起裴张 裴张在起身之际 控制住奔勇的心血 太后娘娘既往不救 对我和二弟处处提携 这些年 照顾阿月阿四兄妹四人长大 还为他们姐弟挑了这样的好情事 我们心中感激不已 裴太后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以前了 此时想起恍如隔世 过去的事 早已过去了 现在过得好 比什么都要紧 说着 目光落在白凤的身上 这就是你的媳妇白凤吧 白凤进宫前 就为裴张反复叮嘱教导 此时上前行礼 竟是有模有样 没有半分错落 她脸上行了一礼 笑着硬道 陈妻正是白凤 埃甲是裴张的亲姑母 你随裴张叫埃甲一生姑母便是 都随意些 别太拘谨 然后便令夫妻二人坐下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09集 这些年 裴张和裴太后也有通信 频率不太高 三个月左右一封 此时相对而做 一续别情 几乎有说不完的话 梁皇后身子虚弱 还在交房殿里养身体 宣平帝独自前来 表兄弟多年未见 今日重逢 心情各自疯了 复杂唏嘘 宣平帝打了他一眼 多年不见 表哥比往事威武多了 我领兵数年 若连点武将气度都没有 如何震得住军中将士 当时皇上 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啊 昔日的元臣 俊秀千和平一近人 今日一身天子气度 不怒自卫 朕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自然也不是十几岁时 青涩的模样可比 表哥难得回京 在京城多留几个月 以后常进宫来 和朕说说话 外任的官员回京 能时常得天子召见的少之又少 陪张拱手谢了天子恩典 待到上书房散学之际 陪侍兄妹四个人一同前来 袁恒也文讯一同赶过来 给未来的岳父岳母请安 孩子们都来了 人和宫也分外热闹 陪院陪想兄弟 见过大伯父大伯母之后 愈发惦记自己的亲爹亲娘 你们两个别急 我们是快马赶路 所以早早到了京城 宁阳不会骑马 坐马车 最是慢一些 我估摸着 最多半个月 他们也就到了京城了 然后陪张又对陪太后说 孩子们一直住在宫中 劳烦姑母照顾 如今我们回了京城 住在陪府 我想着 将孩子们都带出宫 去陪府住一段时日 阿司确实该从陪家出家 阿院娶妻 你得收拾一番 从今日起 上书房的课就暂且停了 你们兄妹四人 正好一同出宫回陪府 陪司兄妹四人 随陪张一同出宫 回了陪府 最小的陪念 今年也有十四岁了 他性子活泼 踏入陪府之后 陪念忍不住说 爹 我在京城也有六七年了 这还是第一次进陪府 原来陪府这么大这么好啊 陪怨等人 也连连点头 他们兄妹四个都在宫中住着 偶尔出宫 去过的地方也寥寥可数 如今骤然回到偌大的陪府 一个个都是瞪大了眼睛惊叹 陪张看着孩子们这样 既觉得好笑 又觉得心酸 你们祖父当年犯下重罪 陪家满门流放 陪府也被查封 皇恩浩荡 今年将陪府赐还给我们 我曾能带着你们回陪家住下 你们以后要好好孝敬 姑祖母和皇上 兄妹四个齐声应了 陪张住进了昔日的院子 兄妹四个也各有住处 陪张在书房里 独自做了片刻 这书房 自他走后就没动过 书架上落落厚厚的灰尘 近日被小丝 细心地打扫过 看着整洁干净 他坐在书桌前 恍惚间 像回到了少年时光 敲门声打破了宁静 也令陪张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白凤笑颜颜地走过来 目光一扫 这书房宽敞气派 书也多得很 比你以前在陪家村那个书房 强了不止十倍呢 白凤一来 书房里边不再冷清 也多了尘世的烟火气 陪张温柔地凝望着妻子 当年我又穷又落魄 是你陪着我熬过最辛苦的岁月 白凤 我少年时曾喜欢过的姑娘 早已嫁为人妇 你才是我最真爱的妻子 以后 你不要耿耿于怀 也别再碾酸吃醋了 白凤感动得泪眼汪汪 扑进她的怀里 好 我以后再也不小心眼了 众人安顿下来之后 便有昔日同僚 殷亲故旧好友纷纷来访 陪张当年在京城 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今坐在龙椅上的 是陪张的亲表弟 人和宫里的太后娘娘 是陪张的亲姑母 只冲着陪太后和宣平帝 来陪家拜会的人 也是不会少 陪张领着陪院兄弟三个 应酬招呼 女眷这一边 就得白凤和裴四招呼了 白凤显然不可能是合格的主母 陪长索性将这一项任务 交给了裴四 裴四在宫中待了六年多 得太夫们精心教导 裴太后也实施提点 耳濡目染之下 沉稳仔细 言行举止 更胜普通闺秀 女眷们登门做客 见了裴四 无不称赞 白凤不喜欢这种 虚头巴脑 你吹我捧的应酬 不过众人夸赞自己的女儿 她还是很乐意的 每天有客人来 她就乐呵呵地 听别人夸赞女儿 裴四有些无奈 私下里提醒亲娘 娘 人家夸我是出于礼貌 其实 我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初衷 还有 人家夸赞的时候 娘也该客套自迁几句 他们夸得半点没错啊 你本来就是那么好 我还觉得 他们说得太过含蓄了呢 白四哭笑不得 也知道亲娘的脾气 只好打笑了劝说的念头 过了几日 程景洪夫妻登门拜会 裴张看了明帖之后 叮嘱白凤一句 大会儿你见了程大太太 你说话收敛一些 白凤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问 程大太太是谁 裴四没吭声 瞥了亲爹一眼 他姓叶 归名清云 叶清云 他顿时明白了 哼 原来是你的前任未婚妻啊 嗯 这么说也是没错的 当年 他和叶清云定亲几年 后来他和父亲反目 叶家退了亲事 叶清云蹉跎几年 最后嫁给了程景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逗逗转转这么多年 今日重逢相聚 裴章没觉得怎么样 只怕是白凤会打翻醋坛子 你这是门缝里看人 把我瞧扁了 我是那种乱吃飞醋的人吗 我吃成锦蓉的醋 是因为你以前心里装着他 那个叶青云 只占过你未婚妻的名头 你又不喜欢他 我有什么醋可以吃的 裴章揉了揉额头 裴斯扑施一声笑出来 娘 你说话也太直率了 待会儿见了叶伯母 你可千万别这么直接 裴斯和程瑶都是公主半读 平日来往密切 裴斯自然也见过程瑶的亲娘 不夸张地说 叶青云的脾气 那可真是不好惹 白凤有些不耐地点头硬了 裴章领着妻子儿女亲自相迎 程景洪和叶青云成亲数年 膝下只有程瑶一个女儿 对她爱如珠宝 今日来裴家拜会 程瑶也一同前来 大人们寒暄说话 裴斯也欢喜地拉起程瑶的手 姚妹妹 几日没见 我心里一直惦记你呢 裴斯兄妹出宫回府 袁衡回了秦王府 梁芳回了梁家 只剩下程瑶和贺耀 还留在宫中读书 程瑶容色明媚 英气蓬勃 笑起来脸上还有深深的酒味 我也一直惦记着斯姐姐 不过斯姐姐就要出嫁了 以后不会进宫读书 我想你 就只能来裴府看你了 两人亲热地说话 裴念后着脸皮凑过来搭话 姚妹妹长 姚妹妹短 鼻涕都阴气了 大人们眼睛又眉瞎 耳朵也灵敏得很 瞥了几眼就能看出来 叶芊云就这么一个女儿 看得比什么都贵重 见臭小子现阴气 心中有些不快 不轻不重的颗粒声 姚儿 你和阿思去闺房里说话吧 承瑶高高兴兴地硬了 和裴思手拉着手离去 裴念脸皮再厚 也不能跟着一同去姐姐的闺房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承瑶离去 白凤是性子直率 却不是傻 当天晚上 白凤便对裴张说 哎 我看哪 我们儿子怕是相中承瑶 那个丫头了 这还用说吗 臭小子见了人家姑娘 笑得一脸灿烂 眼珠子都快 粘到人家姑娘身上去了 这要是有尾巴 非得摇几下不可 嗯 等过了年 阿念十五岁了 也能定下亲事了 我们亲自去承家提亲 程景荣领着女儿赶路 总算在岁末之日 赶到了顾元镇 一别近两年 众人重逢相聚 有说不尽的欢喜 二嫂人呢 程景荣笑着问程景仪 程景仪敏唇一笑 二嫂五日前肚痛发作 生了一个小子 喜信还没送到京朝呢 我这就去看看二嫂 贺臣听闻多了个弟弟 也很高兴 娘 我也去看弟弟 她年龄小 格外喜欢做姐姐 程景荣带她一起去了 卫氏四十多岁的人 这一胎生得还算顺遂 却也是颇伤身体元气 这都五天了 还躺在床榻上 下不了床 不过卫氏心情极好 眉眼间皆是笑意 比起以前那等落寞的模样 可是要好多了 恭喜二嫂 喜得又紫 我也没想到会有今日 说起来还得多谢你当日为我去宫中求恩旨 若不是夫妻重逢 她怎么可能再有孕生子 卫氏挣扎着想起身 被程景荣笑着拦下 二嫂身子还虚弱 好生躺着吧 等你身子养好了 想怎么谢我 我都不拦着你 卫氏被逗乐了 也没有坚持 顺势躺了回去 贺臣早已凑到了新出生的堂弟身边 小手摸了摸堂弟嫩嫩的小脸 娘 弟弟的小脸又嫩又滑 程景荣玩耳一笑 当日傍晚 贺琪从军营回来 爹 贺臣激动地喊了一声 便冲了过去 我太想你了 贺琪咧嘴一笑 一把抱起女儿 用力亲了亲女儿的小脸蛋 乖诚儿 爹也一直想你啊 然后抱着女儿 走到了向盈盈的程景荣的身边 将久别的爱妻也揽入怀中 阿蓉 你可算回来了 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搂着妻子 贺琪心里所有的空隙都被填满 程景荣何尝不思念自己的夫婿 不过 她还是称怪地推了推她 你一路骑马回来 一声的汗味 快去沐浴更衣 贺琪点点头 将贺臣托给弟妹程景仪 然后拉着程景荣一同去沐浴了 久别胜新婚 夫妻两个当晚就没有在露面 在镜房里沐浴了两个时辰 直接去了寝室 直至下半夜才筋疲力尽地沉沉睡去 隔日 夫妻两个一同睡到了日上三竿 程景荣奔波赶路 昨夜又劳累过度 此时腰背酸软无力 忍不住拧了贺琪一把 都是你胡闹 我竟然连下她的力气都没了 累就睡上一日吧 一提到睡 贺琪又开始蠢蠢欲动 程景荣是又好气又好笑 催她一口 夫妻两个笑闹一番 也没有起身 就这么相拥在一起 头靠着头 说起了这两年的事 贺琪这边 除了打了两场 不大不小的胜仗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程景荣在京城遇到的事 那可就多了 皇后这一胎生了皇子 皇上已经下旨立了储君 唉 蔡满月就被立为太子 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程景荣顿了顿 低声将宣平帝 曾经说过的话 给说了出来 贺琪也是有些惊 半赏她再长叹了一声 唉 万幸皇后生了儿子 可不是吗 这件事 我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皇后娘娘有孕的喜讯 传进耳中 我比谁都高兴 在皇后四个月的时候 我就诊出了这一胎是皇子 一颗心便放下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身为父母 都盼着儿女生活幸福平安 如今的贺家 胜倦浓厚 富贵全世都到了巅峰 过犹不及 贺耀可以坐驸马 但万万不能牵扯进 立储之事当中 贺琪也不抱怨 陈锦荣留在京城了 甚至庆幸 幸好你当日留在了京城 皇后才能平安生子 我知道你念着我和尘儿 我在京城 也日日地惦记着你 可皇后这一胎 实在太过要紧了 我不亲自受着 实在难以安心 嗯 贺琪嗡了一声 又问了孙子孙女 我启程的时候啊 两个孩子都只有两个月大 小儿还没临盆呢 算一算十日 年后就该有喜信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觉得儿子们还小 一转眼 他们也都做父亲了 我们两个也成了祖父祖母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陈锦荣将头 靠在贺琪的头边 贺琪 我们这一世 总算圆满了 贺琪的目光一揉 紧紧搂住城景容 腹下头深深一吻 许久他抬起头来 对了 陈锦荣夫妻两个回了京城吧 是不是去贺府 搬回你了 是 而且 第一个就去见了我 此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呢 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苏木给你通风报信了 贺琪没出生 算是默认了 我们两个成亲二十余年 现在连孙子孙女都有了 你还吃这个陈锦荣醋做什么 我不是吃醋啊 就是随口问问罢了 裴章和白凤 确实去了苹果公府 白凤在多年前就知道我 此次回京 坚持要去见一见我 裴章拗不过他 只能带着他来了 白凤 为什么坚持要见你 是不是裴章在他面前说起过你 还是裴章心里 一直惦记着你 被他察觉了 第二年春日 裴家喜事连连 先是裴苑娶了梁芳过门 梁芳容貌俏理 活泼伶俐 一身京城闺秀气度 吴敏对这个儿媳满意的不得了 对裴爵说 若不是太后娘娘做主 我们阿苑 哪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啊 只可惜 他们在京城只能暂时停留一段时间 很快就要回去了 吴敏想着 又有些遗憾 要是能亲眼见着梁氏怀孕生子 我心里 就再无遗憾了 裴章如今也是快四十的人了 他们又留短须 脸孔依旧清俊白皙 看着就如三巡左右 人哪有知足的时候 真让你留在京城 我们夫妻两个分隔两地 你能乐意啊 吴敏笑着捶了丈夫一把 老夫老妻的 还是像年轻时候一般的恩爱 别说是分隔两地了 分别几天都不习惯 裴苑成亲没几日 裴思出嫁 裴思出嫁这一日十分热闹 比起裴苑娶妻有过之而无不及 疯疯癫癫的秦王被关在秦王府里二十多年 早已不在众人眼前露面 秦王妃和秦王世子言行谨慎低调 颇得太后欢心 帝后对袁恒这个侄儿也颇为眷顾 在成亲这一日 皆有后赐 如此一来 秦王世子和裴思成亲之日 去秦王府道贺和去裴府送贺礼的人 自然不会少 裴思穿着红色的嫁衣盈盈贵败和父母道别 裴张安纳下心中的不舍 成亲后 你为人儿媳 为人妻子 嫁到秦王府后 要孝顺公婆 照顾好丈夫的衣食起居 日后有了孩子 要做一个好母亲 裴思目中闪着水光 哽咽着硬下 白凤更是百般的不舍 不过他嘱咐女儿的话 却和裴张完全不同 阿四 女子出嫁了 就得在夫家过日子 孝顺公婆照顾丈夫 那都是应该的 不过遇到委屈了 可不能忍气吞声白白受气 要是谁欺负你 你就进宫告诉太后娘娘 请太后娘娘给你撑腰 要不然 你就直接写信告诉娘 娘提着弯刀来给你撑腰 在一旁的官里的宾客们 忍笑忍得别提多痛苦了 裴张心中的念念不舍 也被妻子这惊人之语 冲得是一干二净 他重重地咳了一声 先拦下白凤的话头 然后催促着一双新人 快些离去 元恒 冬得一下跪下 磕了三个响头 岳父岳母请放心 我元恒今日当众立誓 以后一定会全心待阿四 绝不会让她受半分委屈 不然 无需岳父岳母来找我算账 我自己去禁地领发 此言一出 众人哪里还忍得住 哄堂而笑 裴四的俏脸一片烟红 眼中闪着光芒 比繁星还要璀璨 嫁女儿还有些不舍和感伤 轮到秦王府这边 秦王妃便只有欢喜了 做婆婆的 在澄清这一晚是不能进洞房的 酒宴散后 元恒满面喜色 脚步轻快地进了洞房 秦王妃站在不远处 敏穿而笑 过了片刻便缓缓转身离去 夜色漫漫 月光皎洁 秦王妃迈步到了书房外 这样大喜的日子 府中炮烛月声不断 宾客们的欢笑声纷纷嚷嚷 可这一切都和关在书房里的秦王无关 秦王妃对着手在书房的侍卫轻声说道 开门 我要见一见殿下 侍卫应了一声 拿出钥匙 开了厚重的铜锁 咔嚓一声 锁开了 门被推开 一股混合着闷气臭气的异样气味迎面扑来 然后就是一阵怪异的笑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2集 秦王妃早已习惯 走进书房 侍卫顺势关了门 此时书房的角落处悬着风灯 风灯不算明亮 有些昏暗 暗淡的光芒之下 一个满头乱发 满面乱须 看不清面容的中年男子 正冲着秦王妃怪笑 她早已不会说话 口中只会乱嚷 秦王妃看着她 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已经不恨她了 她这样活着 比死了还要惨 恶人有恶报 她咎由自取 她心中只觉得痛快 阿恒今日成亲了 你是阿恒的亲爹 我总得将这桩喜事告诉你 她娶的是裴章的女儿 秦王霍霍地嚷着 猛地向前冲 手脚上粗厚的铁链 哗哗作响 在离秦王妃 还有无耻的距离 铁链已经崩直了 秦王竭力伸手 也够不着秦王妃的衣角 过些时日 阿恒会上奏折 做请就番 你是秦王 死也该死在 自己的封地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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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什么也听不懂 忽然狂笑起来 秦王妃没有再停留 很快离去 半个月后 裴章裴绝兄弟 一同离京 至始至终 裴章也没有去过秦王府 也没有去见过秦王 少时的情分 早在二十年前 就消磨殆尽 裴家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 如今 他的女儿 已经是秦王世子妃 说来裴家 简直像是欠了秦王一样 裴章没有去见 一个疯子的性质 更没有落井下石 幸灾乐祸的心情 待裴章等人走后 秦王世子元恒 便带父亲上了奏折 奏请离京就番 宣平帝不舍得秦王世子 早早离京 将奏折流中不发 秦王妃进宫求见裴太后 一番恳切地长谈之后 裴太后松了口 私下对宣平帝叹道 你二嫂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阿恒也娶妻臣家了 让他们母子走吧 宣平帝最是孝顺 温言叹了口气 点头应了 隔日 秦王世子又上了一道奏折 宣平帝准了所请 令秦王就番 秦王疯癫一事 早已不是秘密 所谓秦王就番 其实就是秦王妃 领着儿子儿媳去番地 秦王妃动作利索 只花了几日的时间 打点好行李 启程离京 袁恒和新婚妻子裴斯 一同坐在马车上 马车缓缓地驶出了城门 袁恒探出窗外 看着渐渐远去的 巍峨城门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今日离京 或许此生 就不会再回来了 她的心 竟没有多少 眷念不舍 裴斯最了解她 以后我们去了番地 过自己的日子 嗯 将裴斯紧紧搂入怀中 时光荏苒 转眼又是两年 公主元希和贺三公子 大婚 这一日的场面热闹非凡 足以载入大厨的史册 唯一遗憾的是 陈锦荣因再次有孕 不便奔波赶路回京 说起来 陈锦荣也是年过四旬的人 这等年纪怀上身孕 实在是意外之喜 可到底年纪不小了 这一胎反应格外地重 只好将医馆托付给了陈锦仪 自己在家中养胎 六岁的贺臣 懂事有贴心 每天在家中陪伴亲娘 陈锦荣闲着无事 教导女儿读医书备药方 贺臣十分聪慧 学艺的天赋 丝毫不弱于娘亲年少的时候 陈锦荣很是欣慰 贺琦惦记着有孕的妻子 隔几日就回来 紫苏每日守着我 晨儿也日日在我身边 四弟妹每日都回来给我枕脉 我好吃好睡地养着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贺琦坐在床榻边 握住她的手 声音里满是心头 瞧瞧你的面色啊 这般苍白 几乎没了血色 唉 这一胎的反应格外重 我胃口倒是不错 不过吃了就会吐 要不然 也不会特意在府中养胎 她怀着贺昭贺阳兄弟的时候 每日在宫中当差 到了贺药的时候 也是如此 怀着贺臣的时候 天天去医馆 为病患看诊 没怎想 到了这一胎会吐得这般厉害 贺琦轻轻抚摸着 程锦蓉平坦的肚子 语气中满是警告 你老实些 别总闹腾青娘 阿药成亲 我这个做青娘的没能前去 实在是对不住她 阿药做了驸马 其实就是入水添加 皇上和皇后娘娘 得了个好女婿 多出力多费心 也是应该的 你说的倒是轻巧 我早就想好了 儿子们各自娶妻成亲 有了自己的小家 我们就带着尘儿过日子 等尘儿长大了 我们为尘儿 抄个女婿 反正 她是万万舍不得 女儿出嫁的 尘儿才六岁 你琢磨这些干什么 孩子们大了 自有她们的姻缘 我们做爹娘的 唯有祝福和高兴 你别管动关系的 惹孩子们讨厌 贺琪这才住了嘴 将头贴在 程锦柔的小妇处 专心地 和妇中的孩儿 说话去了 成亲后 贺耀住进了公主府 小夫妻两个成亲 不到三个月 就有了喜信 地后吃到十分喜悦 梁皇后 直接令杜太医 去了公主府 为公主安胎 这一年 裴念也娶了 程瑶过门 女儿出嫁那一日 从没落过泪的 叶清云 也红了眼眶 拉着女儿的手 久久不愿松开 秦云啊 今日是女儿 澄清的大喜日子 我们高高信心地 送女儿出嫁 叶清云哽咽地 嗡了一声 总算是松了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3集 好在女婿陪念体贴 成亲之后 隔三差五的 就陪着媳妇回娘家小住 一住就是数日 爹娘都远在禁地 姐姐和姐夫又去了翻地 对陪念来说 除了宫中的陪太后 就是岳父岳母最亲近了 叶清云私下对程景红说 幸好当日我点头应了亲事 不然 到哪儿去寻这么好的姑爷啊 当年陪丈夫起登门提心 你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将人家夫妻晾了半天 也不肯应下亲事 阿念记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其实我不是不重压念 就是看陪张那副 心心满满的样子不顺眼 她和陪张虽然曾经是未婚夫妻 却也没什么情意 用彼此相看两眼来形容也不为过 想想自己的宝贝女儿 要嫁给她的儿子 叶清云心里就不那么畅快了 所以当年叶清云 结结实实地刁难了一回 让陪张夫妇碰了一鼻子的灰 后来我应下亲事 也是看阿念心愁 得了空闲就来请安 一待就是半日不肯走 她还对我说过 以后成亲了就住在京城 不会去禁地 这么着我才应了亲事 陪张夫妻都在禁地 阿念置身在京城 和我们亲近也是理所应当 日后若是陪张夫妻回了京城 或是阿念要去禁地 和亲爹亲娘同住 你可别拦着 免得阿念左右为难 哎呀放心吧 我还能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再舍不得女儿 也不能拦着女儿女婿尽孝啊 就在这一年 还发生了一桩不大不小的事 封殿了二十余年的秦王 因病离世了 丧信传到了京城的时候 正好是年末 宫中上下都忙着过年 陪太后连眉头都未动一下 只淡淡地吩咐了一声 令宫人换上了素服 如素七日也就罢了 宣平帝闻讯之后来了仁和宫 三十八岁的宣平帝 续取了短须 俊秀的脸孔 有了中年男子的成熟 母后 秦王离世 阿恒要守复孝三年 朕想下旨 先令他承袭秦王之位 阿恒是个好孩子 早些承袭翻王之位也好 这等事 皇上做主便是 宣平帝似乎还想说什么 看了看他的面色 到底什么都没说 秦王在京城二十多年 都是好端端的 这怎么到了藩帝 才两年就病逝了呢 而且凑巧的是 秦王世子妃裴司 刚怀了身孕 接下来 袁恒守复孝三年 也不至于耽搁了子嗣 宣平帝脑海中 闪过秦王妃那张 端庄优雅的脸孔 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最终化为无声的叹息 宣平帝走后 裴太后拿出秦王妃的信 慢慢地将信又看了一遍 然后扯了扯嘴角 将信放到碳盆里 碳盆里的火苗 迅速吞灭了信 片刻间 信只化为灰烬 这封信到底写了什么 只有秦王妃和裴太后知晓 也永远地 成为了一桩隐秘 太子袁旭 从四岁起启蒙读书 自小就展露出了过人的聪慧 到八岁便能通读史记 文章也做得极好 比起亲爹年少时更胜一筹 太夫们对太子的聪慧好学赞不绝口 宣平帝对儿子的教导也是极其精心 太子从会走路之日起 就常被领进宝盒店里 说话都不利索呢 就听着众臣议事 等太子读书席子之后 宣平帝便教导太子看奏折了 这几年 宣平帝时常生病 龙体衰败 众人都看在眼底 宣平帝不遗余力 近乎急切地教导着太子 所谓的是什么 众人心中都很清楚 梁皇后私下里哭了数回 当着宣平帝的面 却从不流露半分 每日伴在龙榻边 亲自示机 宣平帝龙体一日不如一日 神志却始终清醒 如愿 朕年少时中过剧毒 是荣表姐为我换血 从阎王的手中 抢回了朕的一条命 朕子嗣艰难 寿缘不长 皆因此而来 皇上是九五之尊 自有上仓庇护 定能寿缘长 些许小兵 熬过冬日一定会好 太医们 没人敢说朕时日不多 一个个为朕请脉的时候 都捡好听的说 朕的身体如何 其实朕 心里面清楚得很 朕是想看着阿絮长大成人 想亲手教导他成为合格的储君 可惜 朕的时间不多了 阿絮才八岁 等他长大成人坐上龙椅 至少也得七八年的光景 母后也是一把年纪了 朕只得将阿絮和母后 都托付给你了 梁皇后心痛如假 哭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的丈夫 握住她的手 轻声说道 如云 朕时日无多了 你一定要坚强 不能逃降 皇上下旨 让荣表姐回京吧 她医术超绝 一定能治好皇上的兵症 朕的寿源将近 就如灯油毫尽了 荣表姐的医术再勾鸣 也救不了必死之人 朕已经下了圣旨 找荣表姐和贺琪 一同回京了 朕想在临走之前 再见一见他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4集 一个月后 陈锦荣和贺琪赶回京城 夫妻两人着急赶路 一双儿女都留在了边关 未曾带回京城 进了京城 也没有回苹果公府 直接就进了宫 宣平帝 一直弥留之际 硬撑着一口气未散 当承锦荣和贺琪的脸孔 映入眼帘的刹那 宣平帝黯淡的眼神里 闪出了一丝光彩 一别多年 君臣再次相见 已是最后一面 贺琪红着眼 在龙塔边跪下来 承锦荣已是满面泪水 皇上 我来吃了 我来吃了 宣平帝看了一旁的太医 一碗备好的老神汤 立刻端到了龙塔边 喝下一碗神汤之后 宣平帝暗黄的脸孔 涌起一样的红月 也算是有力气说话了 能在走前见你们一面 朕心甚畏 贺琪 这些年你守着边关 边关固若金汤 你年纪也不小了 以后 留在京城吧 兵部尚书的位置 朕一直留着给你 守边关的事 就交给贺昭贺阳兄弟吧 贺琪哽咽着领命 两年前 魏国公并逝 兵部尚书的位置就此空悬 宣平帝一直令兵部侍郎 代长尚书之位 众臣心里都有猜测 不过谁也不会想到 宣平帝是特意为贺琪所留的 按照朝中惯例 边军主将治世之后 就赋贤在家中养老 就如贺琳那样 贺琪却打破了这个惯例 将主将的位置交给了长子 次子贺阳 一并去边军掌军 自己回京城 做兵部尚书 掌管大楚兵士 有你在 朕也能安心合眼了 臣 一定竭尽全力 辅佐太子 宣平帝欣慰地略一点头 看向床榻边的陈景荣 岁月代陈景荣格外优厚 四十多岁的女人 脸庞依旧光洁 只有眼角有了细细的皱纹 那双眼眸之中 盛满了怜惜和痛苦 宣平帝伸手 握住陈景荣的手 唇边无声地动了动 姐姐 这一生 我从未在人前 这样叫过你 我知道 你是如何地疼惜 我这个弟弟 你为了我 付出的太多了 原来圣 我们还能做一对姐弟 元臣 陈景荣紧紧握住宣平帝的手 泪水奔涌而出 模糊了视线 当日晚上 宣平帝驾崩归天 宣平帝十五岁登基 坐了二十九年的龙椅 他宽厚大度 爱惜百姓 他实行人证 染外安内 原本风雨飘摇的大厨 慢慢地稳定 百姓也渐渐富足 安居乐宴 这样人后的天子 寻臣为他的离世伤怀 宫中的裴太后和梁皇后 更是一病不起 皇后娘娘 皇上已经离世 太子年少 登基了也不能礼招 朝中有一众忠心的臣子 宫中诛事 便得由娘娘呈着 娘娘再伤心 也得坚强起来 梁皇后哭了一场 病症渐有好转 裴太后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 这一病便没能再好起来 在床榻上躺了几个月 生命走到了尽头 程锦荣送走了弟弟 又要送走亲娘 心中悲痛 难以形容 锦荣 别哭 满头白发 面色惨白的裴太后 躺在床上 目光平静 断断续续地低声说 我这一生曾有过情心相爱的夫婿 有过被毒宠的岁月 有你们姐弟 也不算白活了 我竟然 我近来时常做梦 梦见先帝 我梦到他年轻时的模样 那个时候我怕他 根本不敢正眼看他 其实我心里一直清楚 他是喜欢我的 不然 不然 我这个病弱的皇后 如何能做得稳中功风味 裴太后的声音越来越小 眼中的光芒也渐渐暗淡 亦是渐渐模糊 这一生 曾经有两个男人深爱过他 他和程旺只做了两年的夫妻 和先帝夫妻的时间长得多 可那些年他畏惧他 不愿意靠近他 后来一直隐瞒欺骗他 真正解开心结 接纳他的时候 连一年都没到 他就病逝了 若有来生 只盼着早些和他相遇 彼此倾心 做一世恩爱夫妻 宣武六年 京城永安伯府 初春二月 带着几分寒意的春风 吹进永安伯府的花园里 草菅冒出头来 树叶发了芽 一个穿着浅粉罗伤的少女 缓步进了花园里 这个少女年龄不大 约有十二三岁的模样 身形苗条 长眉杏眼 皮肤白皙 面容美丽 举手投足间 一派京城闺秀的优雅 少女走到甲山边 看着池中的彩色井里 意态悠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5集 少女身后有几个丫鬟 其中一个容貌俏丽 活泼伶俐 一身青色衣裙 另一个穿着浅蓝色的衣裙 眉眼秀丽 清代 给大哥送个口信 就说我请来中午一同用膳 穿着青色衣裙的俏丽丫鬟 笑盈盈地应了一声 是 奴婢这就去 松兰 你超我吩咐 让厨房 被些大哥爱吃的菜肴 是 大小姐 这位大小姐 正是永安伯府的嫡长女 裴婉卿 京城勋贵如林 显赫如平国公 卫国公 晋国公 还有祖上以战功封侯的了 平西侯 晋宁侯 镇远侯 相较之下 永安伯府 就没那么惹眼了 顶多是 勋贵中的二流 永安伯打仗的本事 不算出众 在朝堂之中 钻营的功夫 却是一流的 永安伯世子 裴卿 也是京城有名的俊艳 裴卿和裴婉卿 义母同胞 是嫡亲的兄妹 十分亲厚 裴婉卿令丫鬟去传信 裴卿很快就应了 到了正午 裴卿来了妹妹 裴婉卿的院子里 兄妹两个相对而坐 一桌子美味菜肴 有大半都是裴卿爱吃的 裴卿 比裴婉卿年长了三岁 今年十五 浓眉挺鼻 十分俊美 一双薄唇 显出了几分凉薄 好端端的 怎么叫我一同用膳 是不是见到什么好东西 想让我给你买啊 我在大哥心里 就是那等无力不起早的人吗 你不是吗 兄妹两个说笑几句 开始用膳 食不言 寝不语 吃完饭后 裴婉卿才巧声说起 自己盘算了几日的事 大哥 我想让四妹 去临安老宅 永安伯夫人早逝 永安伯在外领兵 永安伯父里大小的事儿 都有永安伯世子裴卿掌管 裴卿听到妹妹的话 半点都不意外 你不喜欢她 早些打发她出府也好 我给父亲写一封信 告诉父亲一声便是 以裴亲在裴家的地位 送走一个树出的妹妹 尾时不是难事 随意地找个理由 应付一下父亲就行了 裴婉卿甜甜一笑 灿然如花 多谢大哥 嗨 些许小事不值一提 你也是 裴婉卢就是个 见闭生的庶女 整人们在后院里 几乎不在人前露面 这么一个卑贱的东西 也值得你计划 永安伯喜爱美色 后院里有许多的美妾 裴婉卢的亲娘 曾经是府中的舞姬 身份卑贱 阴容貌极美 被永安伯收用 后来有了身孕 永安伯就给了一个 侍妾的名分 众人都喊她一声云姨娘 生了女儿裴婉卢之后 云姨娘病样样的 很快就失了宠爱 内宅里数女众多 裴婉如亲娘不得宠 自然也没什么人在意她 偏偏裴婉卿最厌恶的 就是这个树出的四妹 其中缘由也不难猜 她年纪不大 是京城出了名的 财帽双全的闺秀 裴婉卿一直颇为自傲 这么一个心高趣傲的少女 每次见到树妹那张 笑似自己的美丽脸口 心中就会生出一股 无名的恼怒和嫉恨 那个卑贱的庶女 和她生得极为相似 更可泣的是 竟然生得比她更美 现在裴婉如才八岁 出落得美眼如画 但再过上几年 长大成人 岂不是要将她这个 嫡姐给比下去了 裴婉卿心中不痛快 将裴婉如撵出京城 撵回老宅去 裴婉如便是生得再美 在临安老宅里待着 又有谁知道呢 裴婉写了一封信给父亲 没等父亲回信 便令人为裴婉如 和云姨娘收拾行李 病样样的云姨娘 含泪对八岁的女儿说 婉如啊 娘不中用 护不住你 你虽然是庶出 也是永安伯府的小姐 现在 又被送去老宅过日子 以后怕是难回京城了 八岁的裴婉如 一双黑眸 如水一般的清澈 声音温软动听 娘 我们在府里也没有好日子 去老宅也好 裴婉如虽小 却很懂事 在府中低位低微 比丫鬟奴婢好 那么一点罢了 嫡出的长姐裴婉卿讨厌她 平日家宴都不让她露面 大哥倒是不讨厌她 却也从不喜欢她 偶尔见了她 就像看陌生的路人一般 在大哥眼里 裴婉卿是亲妹妹 其余的树出妹妹 根本入不得她的眼 今年裴婉卿生辰 大哥花重金 令叫人做了树香的焰火 那一晚 裴家火树银花 绚烂的光芒映了半个天空 她站在角落 看着眉眼璀璨的长姐 看着一脸疼爱 纵容的裴亲 那一刻 她真羡慕长姐 不过羡慕也没用 大哥一声吩咐 她就要被撵出京城 回老宅去了 云姨娘搂着女儿哭了一场 两日之后 裴婉如和云姨娘 坐上了裴家马车 裴亲当然没有空闲送他们 打发一个管事 送两人回了临岸 母女两人坐一辆马车 管事坐另一辆 还有一辆马车 装着衣物行李 另有几个随行的家丁 这等阵仗 在京城尾时不起眼 普通富户的家眷出行 也比这气派的多了 刚一出城门 一行人就冲撞了贵人 听着外面传来的怒吓声 云姨娘吓得脸都白了 哆嗦着搂紧了裴婉如 裴婉如也怕 可看着七娘这般哆嗦的样子 她只好鼓起勇气问管事 李管事 出什么事了 管事还没有出声 一个冷冽的少年声音响起 是何人冲撞了本皇子的马车 完了 被裴家一行人冲撞的贵人 竟是一位皇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6集 裴宛如在深宅内院长大 对外媒的事情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 她知道皇子是当今天子的儿子 身份金贵 在她眼中 无所不能的大哥 和几位皇子结交来往 当然 这是好听的说法 说得直接一点 裴倩是上赶着 对皇子们巴结示好 听闻当今天子没有嫡子 所有皇子都是述出 中宫皇后膝下 只有一位公主 这就是裴宛如知道 有关皇室的全部了 李管事和几个家丁 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 琪琪跪在地上 不停地磕头告扰 小的冲撞了贵人 求贵人饶命 你是哪个府上的奴才 小的姓李 是永安伯父的二等管事 奉世子之命 送云姨娘和四小姐 去临安老宅 云姨娘都快被吓晕了 用力攥紧裴宛如的手 裴宛如听到自己的心 扑通扑通地乱跳 咬了咬背齿 伸手就要掀开车帘 没曾想 下一刻车门就被打开了 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撞入眼帘 这个少年年龄不大 个头却是极高 逆着光 一时看不清他的脸孔 那份世人的冷力和霸气 却令人心惊 裴宛如被吓了一跳 反射性地往亲娘怀中 四缩了一下 身着玄色五福的少年 目光紧紧地盯着她 声音僵硬 你就是裴四姑娘 是 你闺名叫什么 女孩子的闺名 是不能随意告诉别人的 裴宛如不敢不答 我叫裴宛如 宛如 裴宛如 果然是你 悬疑少年 目中闪过复杂至极的情绪 又震惊 又错愕 更多的是喜悦和释然 种种情绪交织 各种滋味 也就只有她自己知晓了 就算是皇子 这样打开女眷的车门 也太过于貌视 于是 眼下谁也不敢指出这一点 李管事跪在地上 恨不得把头缩进地里 不管是哪一位皇子 都不是裴家能够招惹得起的 今日之事 不知要如何了结 安静了片刻 悬疑少年不容置疑的霸气声音响起 来人 请裴四姑娘母女 一同去本皇子的别院 李管事 你回裴府给裴世子送信 让她亲自来向本皇子 陪礼请罪 一个多时辰之后 裴婉如和云姨娘 已经置身在一处别院里 云姨娘恨不得 两眼一臂昏厥过去 也好过应付眼下这样的困境 裴婉如其实也害怕 可娘已经都这么怕了 她必须要坚强一些 娘 别怕 大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云姨娘苦笑一声 摸了摸裴婉如 美丽精致的小脸 目中闪过浓浓的幽色 她是以色待人的五姬出身 经历过许多肮脏的事情 他们说冲撞贵人 不过是迎面碰上了 那个悬疑少年毫发无损 借体发灰 硬是将他们母女带来别院 这悬疑少年想做什么 要是见色起义的话 她这等年纪了 残花败柳不怕什么的 可她的婉如才只有八岁 要是遇到那等人面兽心 专喜用女的禽兽 一想到这儿 云姨娘便心惊胆寒 裴婉如见娘亲面色惨白 不知旧理 柔声安慰 娘 大哥不会不管我们的 云姨娘心里发苦 将天真纯良的女儿搂进怀中 裴婷年纪不大 却心狠手辣 极极名利全世 如果牺牲他们母女 可以和一位皇子交好 只怕她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就会舍掉他们两个 云姨娘所料半点没错 裴婷文讯匆匆赶来别院 拱手向悬疑少年赔礼 夹中女军失礼 冲撞了燕王殿下 还请燕王殿下海涵 这位悬疑少年排行第八 封号燕王 武艺出众 骁勇过人 破得天子喜爱 裴卿和燕王有过几面之缘 没什么交情 最多就算是面熟罢了 燕王淡淡瞥了一眼 此时的裴卿 还未展露头角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薰贵公子 不过那份薄薄的野心 和对权势的渴望 已经在墓中闪闪发亮 燕王的审视 令裴卿暗暗心理 他恭敬有礼地再次陪礼 不知裴家怎么做 能令殿下消气 请殿下张口 只要能做到 裴家无不遵从 裴子姑娘不错 本皇子要将她留下 哦 四妹能入殿下的眼 是她的福气 我这就修书给父亲 将此事告诉父亲 燕王目的达成 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喜悦 看着未来的大舅兄 心中厌恶至极 行了 你先退下吧 裴亲走后 燕王去了裴婉如 母女所在的院子处 站了许久 她没有去见裴婉如 她怕克制不住 汹涌的情巢 怕自己吓坏了她 她今年才八岁 她要耐心地等她长大 裴亲回府之后 立刻给亲爹写了一封偿信 然后又令人准备厚礼 送去燕王府 裴婉卿知道此事之后 颇为惊讶 大哥 燕王殿下张口索要裴婉如 你就这么硬了 这等事传出去 只怕对我们裴家的名声有损啊 名声算什么 舍出一个裴婉如 便能和燕王搭上关系 再也核算不过了 裴婉卿想了想 点点头顺便提醒了一句 不管如何 对外总得有个说辞 总得有个遮羞布 这也不能 几乎没人见过四妹 燕王将她放在别院里 想来也不会令她见人 如果偶尔有人见到 问起 就说云姨娘和燕王府里 一个舞姬是亲姐妹 被邀请去小住几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7集 裴婉卿的脑海之中 闪过树妹那张美丽的脸孔 再次燃起极度之火 轻轻地哼了一声 事情的发展 超乎裴亲兄妹的意料 过了数日 宫中内侍忽然来传信 说是裴四姑娘 和柔家公主投缘 被选进宫中 做柔家公主的半读了 柔家公主是皇后嫡初 今年十岁 柔家公主要选半读的事情 裴婉卿早就知晓 她年龄稍微大了两岁 而且 比她出身好 家屎高的名门闺秀 着实不少 公主半读 压根就轮不到她 所以裴婉卿 不得不打消了竞争的念头 谁能想到 这等好事 竟落到了裴婉如的身上 裴婉卿急恨地 两眼冒出火光 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裴婉如为什么会被选 做公主半读 不过是个卑贱的庶女 这等好运 凭什么落在她的身上 裴卿震惊过后 很快洗上眉梢 不管其中什么缘由 总是一桩好事 你一定和燕王有关 我这就去燕王府道谢 沉浸在狂喜中的裴卿 无暇安抚妹妹 立刻被厚礼去了燕王府 裴婉卿气得直跺脚 可她再气也没用 宫中都来人了 裴婉如如今已经进了宫 住进了柔家公主的寝宫里 裴婉如也弄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她在燕王别院里 战战兢兢地住了两天 就被人给接进宫中了 见了柔家公主 柔家公主是嫡出的公主 金枝玉叶 身份金贵 容貌美丽不凡 一身的贵气 性子也不刁满 一身悬疑的燕王 立在柔家公主身侧 目光定定地看着她 就像是被猛兽 盯住的猎物 黑婉如不敢看燕王 走上前 就要跪下行礼 不必行大礼 柔家公主的声音 清脆悦耳 八皇兄为你说情 让你做我的半读 从今日起 你就在我的寝宫里住下吧 裴婉如再不安事事 也知道公主半读是怎么回事 一时间懵了 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眸 愣愣地看着燕王 那张英俊冷力霸道的脸孔 似乎柔和了一些 看着她的目光 依然亮得可怕 以后 你和柔家住在一处 每日随柔家去上书房里读书 除了你 还有三个半读 他们都是出身良好的京城闺秀 上书房里每个月都有课业考核 琴棋书幻也都要学 你必须样样都拿第一 否则 我饶不了你 燕王的俊脸凶巴巴的 语气也凶巴巴的 裴婉如小声应下 她自小胆子就小 奇怪的是 她竟不怎么怕燕王 她知道做公主伴读是多么可贵的好机会 连她的嫡出长姐也没有机会做公主伴读 她只是一个伯府庶女 是燕王从中出力 她在得以进宫 伴在公主的身侧 她和燕王无亲无故 燕王这般的提携培养她 是为了什么呢 小小的裴婉如想不明白 不过不明白也不要紧 她得知道感恩图报 八岁之前 裴婉如只随着亲娘认过一些字 八岁这一年 她遇到了燕王 进宫做了公主伴读 她的人生就此完全不同了 相比起另外三位公主伴读 裴婉如不是最聪慧的 却是最勤勉最刻苦的 每日晚上都要读书至深夜 一开始 上书房里的课业考试 她总是排在最末的 半年之后她已能居中友 一年后不论读书席字 还是琴棋书画 她样样都是第一 转眼就是两年 她个头长高了一截 眼里渐渐有了自信的光芒 秀美的五官也日渐展开 有了清晨之色 她温婉善良 聪慧坚韧 就如一株含苞的海棠 尚未绽放 以风姿无双 她每日住在宫中 偶尔出宫 便去别院里见云姨娘 云姨娘看着气色红润 越来越美丽出众的女儿 心中无比欣慰 宛如啊 燕王殿下带你这么好 以后 你要好好报答殿下 如果燕王是喜好幼女的变态 根本无需费这么多的心思 裴家已经将他们母女送给了燕王 燕王想做什么 谁也拦不住 可是燕王却从未唐突无理过 她在别院里住着 吃穿用度都属上家 裴宛如进宫做了公主半读 休暮日便来别院 母女能相聚一日 便是燕王 要等裴宛如长大了在那为妾室 也足以令云姨娘感激不尽了 裴宛如认真地点头应下 娘说的是 以后 我一定会尽力报答燕王殿下 两年内 她和燕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除去夭折的两位皇子 宫中数出的皇子共有九个 燕王不居长 母族也不显赫 可骁勇伶俐 擅长领兵打仗的燕王 最笑死天子 也最得天子的欢心 随着燕王年岁渐长 在一众皇子之中 展露头角 剑露锋芒 今年 燕王已经十五岁了 天子为燕王选妃 燕王这么好的人 应该取世间最出众的 名门闺秀为妃 门被轻轻地敲响 小丫鬟紫苏前来禀报 小姐 燕王定下来了 请小姐前去相见 嗯 裴婉如应了一声 起身走出去 一身悬疑的燕王 副手而立 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 那双眼睛锐利明亮 落在她脸上 闪过浓烈的复杂情绪 年少的她还不懂 什么叫做情深难易 却敏锐地察觉到 此时的燕王有些危险 她悄悄地往后挪步 燕王留意到她的小动作 扯了扯嘴角 呼得快不上前 将鲜弱地塌搂在怀中 属于她的气息 霸道地钻入她的鼻腱 她吓了一跳 用力挣扎 快放开我 换在以前 她或许根本就不敢反抗 这两年的生活 令她多了很多自信 也或许 她潜意识里知道 她不会真的伤害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8集 果然她一挣扎 便松开手 任由她退后了数步 她才十岁 不大不小的 已经懂得什么是男女有别 她白净的小脸上的通红 气恼地看着她 男女尸首不亲 你怎么可以随意抱我 她定定地看着恼羞成怒的她 不但没生气 反而嘀嘀地笑起来 是我唐突无礼 我向你赔个不是 在你长大成人之前 我绝对不会再碰你了 长大以后 也不可以 除非她娶她 可她只是永安伯府的庶女 根本不配做燕王妃 她和她之间的距离 有如隔着一条银河 那么远 最后两句 她没有说出口 她似乎 看穿了她的心思 宛如 我会等着你长大 娶你为妻 她一正 抬头和她对视 她没有骗她的必要 她是认真的 年少的裴宛如 有些彷徨 有些莫名的喜悦 这谈不上男女之情 更多的是被人重视 被人喜爱带来的喜悦 殿下 你比我年长五岁 听闻皇后娘娘 已打算为殿下选妃 很快 殿下就要娶正妃了 日后就算殿下要娶我 我也只是侧妃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有些黯然失落 燕王没有恼怒 一双眼睛明亮地 能灼伤人眼 你不必烦恼这些 我早要打算 她又是一正 燕王没有解释什么 只低声说了句 万初 过不了多久 我就要离开京城 等我回来 她很快就知道 等我回来是什么意思了 半个月后 达达骑兵进犯边关 边军打了一场败仗 然后达达克汗 挟着圣仗之威 派出求亲的使者来大楚 求娶大楚公主 十二岁的柔家公主 知道这个恶号之后 眼睛都哭肿了 她百般劝慰也没用 柔家公主哭着说 父皇已经打算 令我和亲远嫁 母后向父皇求情 被父皇呵斥 母后已经变倒在她 我定会被送去和亲了 看着满面泪水的 柔家公主 她也觉得心中欺然 尊贵的大楚公主 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很快 天子下旨 令柔家公主和亲远嫁 公主还年少 先送嫁去关外 等成年了 再和达达克汉园房 为柔家公主送嫁的 正是燕王 听闻燕王主动请婴 为柔家公主送嫁 宣武帝为了江山安稳 舍出了心爱的女儿 心中有些愧疚 准了燕王所请 离行前 燕王去了交房店 不知他和皇后娘娘说了什么 卧榻不起的皇后娘娘 竟有了好转 强撑着下了床榻 为柔家公主准备嫁妆 柔家公主和亲远嫁 几位公主半读 也没了用场 各自出宫回府 她是唯一留在宫中的一个 皇后娘娘将她留在了交房店 令她伴在身侧 了以未见 柔家公主离宫的那一日 她扶着皇后娘娘 为公主送行 一身银色软甲的烟网 骑着汗血宝马 腰间跨着长刀 英俊的脸孔 冷立威严 燕王远远地看她一眼 她也远远地 看着马上的英俊少年 心中默默祈祷 上苍保佑 一定要让她平安归来 燕王远行 选妃一世 便被暂时割下了 她在交房店里 陪伴皇后娘娘 每个月的月底 可以出宫一日 她依旧是去燕王别院 和娘亲相聚 永安伯府 早已不再是她的家了 这一日 裴亲找到了燕王别院 四妹 燕王殿下离境远行 云一娘住在这处别院里 多有不便啊 我呢 想将云一娘接回去 你在宫中陪伴皇后娘娘 等休暮日 就会陪府 我们一家人 也能团聚一日 裴大公子 两年前 你将我们母女 送给了燕王殿下 裴家早已不是我的家了 当日我也是没办法 燕王殿下张口索要你 我不敢不一啊 可看看你现在 便知道当日 我做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我们都姓裴 身体里留着父亲的血液 我是你大哥 你是我亲妹妹 血缘的牵绊 是永远割舍不断的 妹妹 随我回去吧 八岁的裴宛如 听到这样的话 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十岁的她 在宫中生活两年 见势已非往日可比 她什么也没说 叫来别院管事 别院管事客气地 请着裴大公司离去 裴亲被撵走之后 又来了两回 每一次都被拦在了别院外 至于她的长姐裴婉青 也是燕王妃的人选之一 燕王离京远行 归期不定 选妃之事便被耽搁了 裴婉青不愿意另外说亲 坚持等燕王归来 两个月后 边关传来紧急战报 柔家公主的送嫁队伍 在边关遇到前来迎亲的 达达骑兵 迎亲的人 是达达克汗的亲弟弟 见了柔家公主之后 言语不敬 燕王大怒 当场动手 将她斩于马下 边关战事再起 宣武帝接了战报之后 颇为震怒 怒的当然是燕王先斩后奏 再起战事 不过眼下再起再怒 也无济于事了 人杀都杀了 仗也打起来了 要紧的是先打赢这一仗再说 燕王亲自上了奏折 要领兵上阵 不打退 达达骑兵绝不回京 宣武帝冷哼一声 准了 并下了圣旨 若是打了败仗 燕王也不必回京 直接死在边关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第1019集 裴宛如伴在皇后的身侧 笑息十分灵通 她为燕王焦虑忧心不已 皇后也为荣家公主的安危忧心 整日如宿 默默地为女儿祈福 裴宛如也随着皇后一同如宿 或许是遗情的作用 皇后对裴宛如 和对亲女儿相差无几 这一仗打了许久 战事激烈 时有败仗 宣武帝每次接了战败的战报 便会在朝上怒骂一通燕王 原本看好燕王的人家 纷纷为女儿另寻亲事 裴宛清 也没能称到底 等了三年 在17岁时定下了亲事 年底出嫁 然后隔年春日 燕王就领兵打了大胜仗 达达克汗也被他亲自斩杀 大胜的喜讯传至京城 宣武帝龙心大悦 朝中动向又为之一变 对燕王的赞誉不绝于耳 请立燕王为储君的奏折 堆满了天子的御案 裴宛清毁得肠子都清了 大病了一场 她的夫婿知道她的心结之后 也十分恼怒 在裴宛清病中 纳了两房美妾 裴宛清被气得下不了床榻 病症欲重 没撑几个月便病逝了 裴宛如知道长姐病逝的消息后 既没有伤心 也没有喜悦 很久以前 她就已经和裴家断绝关系了 裴宛清是死是活 都已与她无关 打了大胜仗 燕王没有急着回京 在边关又留了半年 达达的残兵渔将 要么被杀 要么被服 所予者不到十之一二 至少十年之内 恢复不了元气 燕王领兵归京 已经是年底岁末了 这一年 燕王十九岁 裴宛如也已经十四岁了 柔家公主在边关待了四年 纪念十六岁 随燕王一同回京 消防殿内 李皇后喜不自胜 目中寒泪 低声对身侧的上女说 柔家终于回京了 这个上女 年约十四五岁 肤白如雪 长长的柳梅下 一双黑毛清澈如水 眸光盈盈 容色清澈 正是长大了的 黑宛如 达达部落被平 边关安宁 公主这几年在边关 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如今公主回来了 娘娘可得高高兴兴的 别让公主见了伤心 你说得对 柔家今年不过十六岁 也不必再和亲远嫁了 本宫 要为她挑一个好驸马 裴宛如陪着李皇后闲话 自己也是心神不宁 不时地就看一眼店门处 等了一个时辰 终于有宫女来送信 柔家公主已经进了交房店 李皇后哪里按捺得住 起身便走了过去 母女重逢的场景令人落泪 昔日稚嫩娇弱的柔家公主 已经长大成人 眼眸之中带着 无法挥去的沧桑和凄凉 她浮在李皇后的怀中 痛哭不已 她是金娇玉贵的大楚公主 皇后唯一的嫡女 天子的掌上明珠 在天子下圣旨赐婚的那一刻 所有显赫被撕开虚伪的面纱 露出残忍又猙獰的模样 如果不是燕王坚持随行护送 如果迎亲时捕赤色咪咪的调戏时 无人为她出头撑腰 如果不是打胜了这一仗 她便要以十二至零 尾身五十多岁的达达克汗 万幸的是 她平安地回来了 裴婉如鼻尖也是酸涩 一通落了泪 泪眼模糊之际 一个高大的身影撞入眼帘 裴婉如擦了眼泪 抬眼看去 四年多没见 她依然一眼便认出她来 是燕王 十五岁的燕王霸道凶狠 眼中带着逼人的灵力 十九岁的燕王 退去了所有的轻质 身量修长高大 面容英俊 满身沙发之气 唯有凝望着她的时候 目中才会流露出一丝温柔 她大步走上前 在她面前停下脚步 目中有着惊艳 和难以抑制的积怨 汹涌的情绪 似乎要冲出胸膛 她长大了 比她想象中的更加美好 她也不再像前世那样地怕她 就这么静静地回视着她 然后敏唇一笑 盈盈盈盈离 宛如恭贺燕王殿下 大胜归来 燕王用尽所有的自制力 才按捺下不顾一切地 想将她揽入怀中的冲动 她深深地看着她 声音有些沙哑 小丫头 长大了 小丫头三个字 显得随意又亲密 陪宛如 心里酿起一丝陌生的甜意 耳后发烫 几年未见 燕王殿下愈发英勇神武 我在宫中 时尚听闻殿下 善战得和和威名 本王平安归来 你高兴吗 哪有这么直接的 裴宛如翘脸如火烧 避开燕王的目光 沉浸在重逢喜悦 激动中的李皇后 此时终于稍稍平静下来 她对燕王说 你父皇和一众朝臣都在等你 你先去金鸾殿吧 等得了空闲 再来见本宫 和你心心念念的小丫头 当年燕王离京的时候 曾经来交房殿进建 将裴宛如托付给她 并正中李氏 一定会带着柔家公主回来 她应下了燕王的条件 这几年 她精心教养 调理裴宛如 朝夕相处几年 她也很喜欢 善解仁义 温柔纯真的裴宛如 燕王在边关立下大功 没有皇子能和她争锋 储君之位 一定会是燕王的 只可惜 裴宛如出身低了一些 不配为太子妃 不然 真是极好的一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有声剧 《一品荣华》 改编自 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作者 寻找失落的爱情 演播 妙儿姐 夜晚 欢迎订阅收听 之后的一切 便如李皇后所料 宣武帝 对大声而归的燕王 十分满意 没过几日 就下旨立储 立储典礼 在半年之后 不过圣旨已下 众人已改口 称呼太子殿下了 太子因打仗 耽搁了亲事 至今还没成亲 众勋贵火热的目光 都盯准了太子妃之位 当然 太子心有所好的事 也不是什么秘密 那个永安伯府的庶女 八岁时候 就进了燕王别院 后来进宫做半读 又在交房店里住了几年 得了李皇后的亲自教导 这些都是太子暗中出力之故 太子回京那一日 先去了交房店 难道是真的想见李皇后吗 分明是想见新家上的 裴四姑娘 不过裴四姑娘出身太低 最多也就是太子侧妃 正妃的位置是轮不到她的 就连李皇后的娘家 也是动了心思的 李皇后的娘家长嫂 进宫请安时 就带上了嫡出的幼女 以财貌双全 闻名清诚的李三小姐 在交房店里见了裴宛如 回府之后气恼地哭了一场 殊不知 裴宛如心中也有些暗然 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地 穿着红色嫁衣 嫁给喜欢的少年呢 她的出身 根本配不上太子 有朝一日 她便要穿着银红 或者水红的衣裳 背一顶软轿 抬进太子府 做她的侧妃 或者爱妾 人心浮动 纷纷扰扰 唯一坚定如初的 就是太子了 她进交房店 给李皇后请安 正大光明地 见了裴宛如一面 交房店的海棠树下 她握着她的手 对她说道 宛如 你是我认定的妻子 除了你 我谁也不娶 你什么都不用管 等着正直自婚 嫁入太子府 做我的太子妃 她的手结实温暖 目光坚定冷静 裴宛如心里又甜又酸 半赏才轻声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就愿意嫁给你 你不嫁我 还想嫁谁 她微微红了脸 轻轻脆的一口 众人眼中喜怒无常的太子殿下 笑得愉悦开怀 俊脸像是被阳光 镀上了一层光环 太子的手段 令人不得不贪腐 第二年春 永安博回了京城 进宫面圣时 一脸愧疚自责地说 末将羞愧 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 末将 想将宛如接回府中 好生教导 请皇上恩准 宣武帝时常去交房店 对聪慧温柔美丽的裴宛如印象颇佳 文言略意点头 数年未见 永安博早已记不清这个女儿长什么模样了 当裴宛如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永安博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他一身气度 丝毫不逊于任何名门贵女 脸庞光洁美丽 微微一笑 容色倾城 他缓不上前 向陌生的父亲行礼 女儿宛如 见过父亲 永安博按捺住激动兴奋的心情 亲手扶起女儿 假惺惺地感慨了一番 陪家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就要落到这个女儿的身上 以永安博的为人 不必多想 也应该知道该如何对待裴宛如 接了裴宛如 又亲自去了别院 将云姨娘一并接回府中 裴亲领着族人一同相迎 以她的势力 亲眼看着太子对裴宛如的重视在意 恨不得将裴宛如给捧上天 见面时的热络亲密 裴宛如颇为个样 没过几日 云姨娘就被扶正了 成了永安博夫人 而裴宛如也成了永安博夫的嫡女 她吉吉礼的那一日 李皇后赏了诸多金银玉器 做正宾的 正是太子母族的一品后夫人 柔家公主亲自前来 为裴宛如作赞者 如此盛大的吉吉礼 令整个京城的名门闺秀 为之炎热不已 更令人现眼的是 当日太子殿下亲自来观礼 听闻裴司小姐的发簪 正是太子殿下所赠 这当然是与理不合的 不过礼数有什么要紧 能得太子殿下的青睐和专情 这才令人羡慕 永安博夫子更是心欢怒放 他私下里叮嘱长子 以后记得对宛如好一点 父亲 不是我不想和四妹亲近 是四妹不待见我这个兄长 自从裴宛如回府 裴亲对她这个妹妹 可谓是关怀体贴无微不至 奈何她早已不是昔日 那个单纯好糊弄的女童了 她在宫中生活数年 聪慧临透 也硬得下心肠 对裴亲视而不见 从不理会 就凭你做过的那些事 宛如心里岂能痛快 永安博浑然忘却 当年的事都是自己点的头 义正言辞地呵斥长子 做了错事就得改 裴亲被训得灰头土脸 转头继续对妹妹献殷起 至于死了一年有余的裴婉卿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她了 永安博成了太子最忠实的拥护者 太子对永安博处处提携 将剿匪的差事给了永安博 永安博立下战功之后 太子向天子敬言 请天子封侯 宣武帝龙体大不如从前 朝中诸多大事都交给了太子 太子上的奏折 宣武帝很快便准了 他私下里也与儿子一句 为了裴婉卢 你真是少费苦心 这也是在宫中长大的好处 至少宣武帝对裴婉卢的印象是不错的 多谢父皇成全 儿子坚持要娶 百般抬举裴家 宣武帝也就允了 永安博处成了永安侯府 裴婉如是永安侯府的嫡女 论身份 倒也勉强能成为太子妃了 这一年的年末 天子下旨 为太子和裴婉如赐婚 婚期定在来年的五月 又过了一个年头 裴婉如十六岁 这个年龄是少女一生之中最美的时候 裴婉如的容颜已经完全展开 用倾国倾城来形容毫不为过 她冷静从容 优雅自持 唯有在见到未婚夫婿的时候 才会露出些许少女的娇羞 你怎么又来了 背地里不知多少人取笑你 说什么英勇神武的太子 偏偏儿女情长 定下亲世之后不顾礼数 时常往裴家跑 当然 更多的是重伤裴婉如的话 什么狐媚子 甜不知耻 扒着太子不放之类的恶言恶语 就连裴婉如也听说了一些 太子挑了挑眉 淡淡一笑 我来看自己的未婚妻 谁敢取笑 没人敢取笑你 取笑我的人 可多的是 裴婉如心中嘀咕着 口中却是只字未提 她将自己做出的衣服鞋袜 都拿出来给太子看了一回 我女工平平 只会做些普通的针线 太子眼中闪出愉悦的光芒 伸手要拿 裴婉如红着脸 拍开太子的手 我还没做完 等我们成亲了之后 再给你 成亲两个字听进耳中 太子嘴角仰起来 目光灼热 婉如 再到两个月 我就能去你过门了 裴婉如甜甜地笑起来 过了数日 裴婉如听闻太子出手 整治了几个官员 那些官员 是受家中亲女连累 他们在私下说 未来太子妃的坏话 都传到了太子耳中了 太子一怒 他们可不就倒霉了吗 很快流言蜚语 笑声匿迹 裴婉如知道此事 心中感动至极 悄悄哭了一回 如此深情 她岂能辜负呢 大婚那一日 她穿着红色的嫁衣 坐着花轿 十里红装 嫁入太子府 拜堂的时候 她和太子夫妻对拜 太子站得太近了 结果 行李时被她的凤冠 磕了一下额头 太子倒抽一口凉气 众人哄堂大笑 红盖头下的她 忍君不惊 弯起了唇角 太子速来霸道 我行我速惯了 进了洞房 便不肯再离去 众人只好 自己去吃宴席了 她坐在她的身侧 挑了红盖头 红色的盖头 缓缓落下 满目娇羞甜蜜的她 和黑眸幽深的她对视 温如 我终于娶你为妻 这一时 我们白头歇了 永不奋力 我也嫁你为妻 此生都是你的妻子 只要你不厌弃我 我怎么会离开你 她双手微颤 她抬起头来 惊恶地发现 她的目中 竟闪着水光 自八岁 见她第一面起 她永远都是 意气风发 霸道伶俐的模样 从来没有见过 这般脆弱的她 你怎么了 温如 我今生终于娶你为妻 至此之首 与此邪狼 一品荣华 全部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订阅哦